第四千一百六十一章还有我 等了一会 只听吱哑一声 房门推开 进来了三个人 一个是宋兰 她头戴花冠 脸罩红纱 身穿大红洗袍 但显然被制住了身体 被一座一幼两名女子搀扶着 一路走到了床边 然后坐下 宋兰 你别不知好歹 一名女子说道 要知道 你家的可是貌家天才貌云天 不过一百多岁就已经跨进了真我镜 未来说不定有希望成尊 若非你是星空下的第九美人 这种好事也轮不到你 赤啊表妹 貌云天一表人才 五道天赋更是惊人 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如意郎君 你不要啊 有人抢着要脸 另一名女子也说道 一个唱红脸 另一个就唱白脸了 宋兰只是不语 挣扎着想要起身 可修违背风 她的抵抗完全没有效果 两女又在那劝 一个说狠话 另一个则是说好话 软硬兼施 又是一会之后 砰 房门推开 走进来一名男子 看上去快要三十岁了 但长相英俊 更有一股强大的气息 天少 两名女子连忙站了起来 向着这名男子失礼 这男人就是冒云天 今天的新郎官 他已经喝得醉醺醺的 脚步都有些亮呛 天少 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两名女子笑道 向着门外走 但其中一女却在关门的时候道 不过 天少要是乐意的话 我们也可以留下来凑个热闹 暴云天不由眼睛一亮 露了明显的异动之色 但扫了眼床上坐着的送蓝后 他挥了挥手 出去 无妨 以后有的是机会 今天是要品尝这朵浇花 那可是星空下的第九丽人 连弟子见了都会动心 他当然要好好地平 慢慢地平 两女有些不甘 却也不敢放肆 降门和尚 蓝蓝 终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暴云天说道 声音都有些颤 星空下的第九丽人啊 美得冒泡 他已经朝思暮想很久很久了 今天终于要如愿以偿 可可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凌寒开口 这里不止两个人 什么 暴云天吓了一跳 他明明以神室扫过 这里就只有宋蓝而已 怎么突然就有一个声音冒了出来 宋蓝则是露出不敢相信的惊喜表情 这是凌寒 凌寒 谁 暴云天呵斥一声 别激动 自己人 凌寒笑道 掀开虚空兽皮站了出来 还有狗爷 大黑狗也钻了出来 还有龙爷 小青龙最后一个 尼玛 暴云天嘴角抽搐 要说这里只有一个凌寒 那他还能接受 但居然还有一只狗和一条四脚蛇 他也完全没有察觉 这真是啪啪啪地打脸啊 洞房也闹了 你们可以走了 他沉声说道 只以为凌寒三个是宋家的人 凌寒展颜一笑 光是这样闹有什么意思 你们还想怎地 暴云天无奈地道 虽然冒家的实力在宋家之上 可宋家毕竟也有一位尊者 况且他还是在人家的地头上 自然地有所收敛 抢星 林涵说道 暴云天一愣 我今天成婚 你却要推抢星 这不是拆台吗 我没有见过你 你叫什么 他突然脸色一沉 以他的记忆力 过目不忘是理所当然的 林涵的长相十分陌生 他并没有在宋家的子弟中见过 而生丹静啊 修为已经不低了 小韩子 你也不过如此麻 看 人家根本不认得你 小青龙趁机打击林涵 林涵笑了笑 我是你大爷 这话 他是同时回答暴云天和小青龙的 暴云天勃然大怒 他可不管林涵是不是宋家子弟 敢敢辱骂他 那他也不需要客气 哼 给我拿下 他出手 向着林涵抓了过去 真我竟是何等强大 那可是洞彻了天地道泽的存在 一掌探出 有秩序神殿缠绕 泛动着一个歌耀眼的符文 便是生丹静的弟子在如此一级面前也是不堪一级 林涵也没有应接 他右手一扬 轰 一道地龙立刻窜腾而出 向着那只大手迎去 哼 一记中响 地龙迎上大手 立刻被震得粉碎 但第二条地龙已经生成 在一档 大手终是被阻下 破碎成纯粹的能量 回归天地 林涵在一挥手 第三第四条地龙同时出现 向着冒云天轰了过去 冒云天冷恒一声 展开了反击 他可不是刚刚突破的真我竟 战力比之准真我竟的百里车要强出太多了 几下就将两条地龙解决 再次杀向林涵 可林涵的极限乃是操控16条地龙 有何可惧 砰砰砰 冒云天竟和地龙杠上了 丝毫无法奈何得了林涵 不过 这战斗的动静也太大了 自然惊动了宋家 何方狂徒 竟敢来我宋家场兄 一声冷恒之中 有教主级的强者出现 探手向着林涵抓了过去 教主级啊 这差距真是太大了 林涵二话不说 一手抄起大黑狗和小青龙 一手则是卷起了宋兰 沟通地脉之下 羞 他们四个就消失了 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那教主级的强者一掌抓了个空 不由露出了哑然之色 四个声单静 居然可以在他的眼皮底下溜走 太不可思议了 心不 那是一名正道宗师 什么 如此年轻的正道宗师 我知道他是谁了 林涵 对 一定是他 只有这个家伙如此年纪轻轻 就已经是正道宗师了 宋家人波斯抽解 很快就还原出了事情的真相 而林涵的模样在新网上也不是什么秘密 一查就能知道 快 立刻去封锁传送阵 不要让他们跑了 搜找整个碧灵星 一定要将人找出来 否则我宋家颜面何在 一道道命令发出 整个碧灵星也动员了起来 这可是宋家的后花园 岂容他人捣乱 脸色最难看的 自然是冒云天了 新婚之夜 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刻 他却被人抢了媳妇 而且是在他的眼皮底子下面 而且还是一个生丹镜 他暴怒 他想要杀人 第四千一百六十二章隐藏的地脉 林涵以第七包裹着大黑狗他们瞬移 然后刷地一下 出现在一处地方 林涵 宋兰惊喜地叫道 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 我们赶紧去传颂镇那里 林涵说道 对啊 轻轻我我什么可以等回了九阳圣地之后 小青龙狠见地道 你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死人 林涵踹了一脚过去 他们赶去传颂镇 因为那地方并非地脉的出口 所以只能先顺移到附近 然后再跑过去了 不过 当他们赶到的时候 却发现这里已经有重兵把守了 唉 看来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林涵收回了目光 真是对不起 将你连累了 宋兰充满歉意地道 但是 喜欢的男人不远万里 甚至在强大的对手手里将他救了出去 自然让他感动得双眼直冒惺惺 还有狗野力 大黑狗煞风景地道 还有龙野 小青龙野不甘被无视 宋兰只好又向这两个家伙道谢 笑脸羞红羞红的 小韩子 现在怎么办 大黑狗问道 请九山老爷子来救驾吗 林涵摇摇头 就这种小事也要惊动老爷子吗 那怎么办 小青龙野凑上来 龙野虽然天赋无双 同皆无敌 但毕竟吃亏在刚刚出生 境界有限啊 怎么办 两半呗 林涵笑道 我已经通知唐云儿来接人了 这丫头也是长不大的主 到现在为止 依然热衷于架着飞梭到处乱撞 也不怕惹出大麻烦 小韩子 我们也得去弄一艘飞梭 大黑狗道 不然的话 别人一封锁传送阵 我们就没辙了 这确实是一个事 林涵点头 不达教主级的话 便没有办法撕开空间 因此跨新语级别的路程 便一定需要用到新传或是传送阵 不过 这种空间皆被大势力掌控 根本不会外受 想要弄到一艘的话 难度极高 可惜 九阳圣地的兑换物中 并没有空间啊 大黑狗摇头叹息 林涵则是一笑 还有一法 只要我的阵道实力再有静静 那完全可以构建跨新语的传送阵 大黑狗和小青龙都是一阵雀跃 但只是一会 大黑狗就泼起了冷水来 就算你能够构建跨新语的传送阵 但也只能在这里设立一阵 另一个传送阵呢 你要怎么射到别的新体去 这是个大问题 林涵一笑 只要我的阵道实力达到水准 我就可以将这里的阵法复刻出来 到时候 自然就可以离开了 这牛叉的 小韩子 你真有把握 大黑狗问 五成吧 林涵随口道 他其实还没有开始阵道这方面的研究 完全是基于强大的自信 那就两手准备 一边等唐云儿过来 一边也研究阵道 大黑狗点头 他其实更加期待前者 因为这更可观现实 而给着远远的旺旺传送阵 你就能复刻出来 没这么神吧 他们便在闹市之中租了一个院子住下 这大隐隐于世 想必宋家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胆子这么大 居然没有逃进山林之中 而是躲在了这里 林涵每天都在研究阵道 他成为阵道宗师已经有好几年了 但一直陷于心部和地龙这两样直接用在战斗中的能力 现在 他开始系统性地学习 而宋家贵女在新婚之夜被人掳走 这件事情也迅速传遍了新语 引起了热议 能够热度这么高 第一当然是因为宋兰乃是角色榜第九历人的身份 另一个则是抢亲的恶霸了 那可是林涵啊 如今声名无比赫赫的家伙 连弟子都被他搞废了一个 名副其实的弟子杀手 哈哈 这个茂云天还真是烂蛤蟆想吃天鹅肉 区区尊者级的势力 也配与宋仙子成婚 我虽然也不爽林涵 但是 如果硬要选一个的话 我宁愿宋仙子嫁给林涵 嫁给茂云天的话 完全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份上 不过 现在宋 茂两家封锁了碧灵星 林涵就算再能耐也不能脱身吧 虽然宋 茂两家也不敢杀这个九阳圣帝的弟子 但他想要带着美人一起走 恐怕也是做梦了 新网上大部分人都是不看好林涵 认为他这一次要吃大亏了 除非九阳圣帝有强者出手 进行干预 但是 九阳圣帝一直没有发出声音 似乎并不想管 也是 儿女私情 而且还是抢亲这么不好听的事情 圣帝肯定不愿插手了 也太丢面子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茂宋两家却始终没有将林涵找出来 而林涵的话则是在正道这条路上稳步前进 每天都有惊人的进步 他可说是正道天才 现在灵魂又足够强大 可以与话临近媲美 所以 他的进步自然快了 小韩子 该开溜了 大黑狗跑了过来 在此期间 他们已经搬了三次地方 哪怕隐于闹事之中 还是避免不了被宋 茂两家搜查 毕竟宋家就是这个星体的王 可以为所欲为 林涵点头 一个念头转过 就带人顺移到了碧灵星的另一个地方 咦 林涵微微一愣 怎么了 有追兵吗 大黑狗连忙问 林涵摇头 不是追兵 我在这里居然发现了一条新的地脉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一个星体之上 地脉少则以数十计 多则以百以千计 你有所遗漏也很正常 大黑狗立刻说道 不对 这不是我遗漏的 而是太过隐蔽 在别的地方根本无法发现 林涵回想一下 十分肯定地道 那又如何 你赶紧研究传颂阵 小青龙跳出来道 林涵摇摇头 我的去看个究竟 他顿了一下 又道 你们在这里等我 咻 他身形一闪 已经消失了 唉 真是个一意孤行的家伙 小青龙贪了贪手 满脸的无奈 宋兰则是露出花痴状 在他看来 这较有个性 坚持自己认定的方向 不为任何因素所影响 第四千一百六十三章第三角 林涵身形急动 他在地脉中穿梭 只是一会而已 他就来到了那条隐藏的地脉处 咦 林涵亚然 之前只是觉得这条地脉隐蔽 但来到静处看 便发现这条地脉 其实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遭到了重创 所以才会那么的不可察觉 他生起了好奇之意 想要知道这条地脉是怎么被重创的 便沿着这条地脉而行 不过 这条地脉遭受重创 就好像一条坏死的血管 里面充满了淤血 行进起来无比的困难 心体也有生命 地脉就相当于血管 现在地脉受伤 里面充斥着心体产生的垃圾 全是有毒的物质 对舞者有大害 理智的做法当然是撤退了 地脉受创就受创 关他何事呢 可林涵就是好奇心大 他张开星辰光雾 继续前进 慢点就慢点 总有尽头的 这路还真是难走 林涵皱眉 地脉中充斥着毒性物质 好像形成了尼闹一样 让他一步一步行进的无比艰难 有几次都生起了退缩的想法 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以他的意志坚定 认定一件事之后 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呢 行了足足有一天 林涵差不多走出了两万里的路 终于来到了这条地脉的尽头 在外界的话 以林涵现在超过百倍的因素 这不过是一会会的事情 但这里不同 太难走了 居然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好在 终是到头了 林涵观察着 只见地脉已经到头 但是 镜头处居然还有一个小洞 这应该是被一件小东西穿透了过去 林涵不由想到 难道当初这条地脉便是被这件东西贯穿 才使之重创了 他挖起了泥石来 顺着这个洞继续前进 十丈百丈千丈 林涵又深入了一大截 但是 他发现这个洞依然存在 依然还没有到头 嘶 这力量有些猛 林涵更加好奇 当初是谁将东西指出 砸在了碧灵心上 轰穿了一条地脉不算 居然还没有到头呢 我就不幸了 林涵的好奇心一发作 那就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他不断地前进着 强大的力量推动之下 在这里不说如履平地 但也没有难到哪里去 又行了好几个时辰 他都快要来到星体的核心处了 终于 他找到了贯穿这个洞的罪魁祸首 这是一块 毛皮 林涵的心脏猛地 砰砰砰击跳起来 难道这是 他伸出手 将那张毛皮拿了起来 然后展开 首席的符号顿时映入眼帘 毁灭能量领土 第三部分 林涵先是愣了下 然后放声大笑起来 谁能想到 他只是来抢个青 居然可以得到毁灭领土的一角 若非他不想留下星魔 特意跑了一趟 想来这辈子都不会来毁灵星吧 而且 若非他太过好奇 发现这条受创的地脉之后 要追根问底 又怎么可能得到这张领土呢 一饮一拙 莫非天定 咦 难道这是他得到的气韵真龙发挥效果了 真的 整个过程只能用运气来形容 一连串的巧合 与智慧并没有什么关系 不管了 重要的乃是结果 林涵回转 这次他当然不走原路了 先前往最近的地脉 然后以地脊包裹 修 他瞬间就出现在大黑狗他们的边上 怎么样 有何发现 大黑狗问道 林涵一笑 很大的发现 是什么 大黑狗问 保密 去 大黑狗和小青龙同时竖起了中指来 好好好 毕与智慧的 林涵点头 唐云儿这才满意 在毕临智的周边待命 真要事态为急 他就冲过来救人 看看能不能强行跑走 怎么样 大黑狗凑过来问道 飞梭进来了出不去 所以 还得看我们自己 林涵说道 大黑狗不由郁闷 但利用飞梭顿走 这个主意其实不难猜到 真要进入了空中 再被冒 送两家截住的话 那林涵无法展开心部 就真要被困住了 到时候除了动用混沌 集雷塔中的天道火 肯定别无他法了 就这样 又是一个月后 林涵信心满满 道 走 我们去传送镇那里 林涵用心部带着三人 去了传送镇那 当然是隔了老远的距离 再往前的话 估计就瞒不过这里的 助手强者了 乃是一名教主级的高手 心轻松松就能将他们 四个瞬间镇压 不过 隔了这么远的距离 林涵便是发动 童书也看不到什么东西 无妨 他利用虚空兽皮而去 在静点的地方观察 却不敢冒险冲进传送镇中 那名教主及强者 就在一边看着 完全可以在传送镇 发动之前将他拿下 两天之后 林涵觉得差不多了 便退了回去 他早已经构起了 搭建传送镇的材料 现在只需要刻画阵纹就行了 来 仅仅只是四天之后 林涵就将镇机制作完成 因为这可不需要他动脑筋 只要一样画葫芦就成 当然了 无视镇道宗师 连一样画葫芦的资格都没有 来吧 我要开启传送镇了 林涵说道 他在镇中丢入了大量的道石 这是开启传送镇必要的能量 大黑狗将信将一地看着林涵 小韩子 这靠谱吗 对啊 龙爷也担心着别把咱们送进什么险地之中 小青龙也是满脸的怀疑 第4164章追来 少废话 都给我进去 林涵一脚一个 将小青龙和大黑狗都是踢进了传送镇中 宋兰则是对他有种盲目的信任 早已经自己走进去了 林涵自己也进入了镇送镇 心念一动 一道白光卷过 他们四人顿时消失不见 而这个传送镇的镇机也纷纷爆碎 这本来就是一次性的 林涵可没有打算让宋 茂两家寻踪追上 又把他给困住了 修修修修 四人已是出现在了另一个星体上 距离碧灵星不远 不过 终究是出了碧灵星 四人都是大喜 连忙再次展开了传送 这还在宋 茂两家的领地之内 可算不得安全 又几次传送之后 他们已经远远地离开了这个星域 终是松了口气 林涵通知唐云儿可以撤退了 难免又被小丫头埋怨了一通 然后他们略做休整之后 继续赶路 直到身体要承受不住了 他们这才停下来休息 林涵则是开始研究毁灭灵土的第三角 理论上来说 别说是他 就是圣人来了 也不可能洞彻毁灭能量的真意 这可是凌驾于九星能量之上的 可灵涵体内有一万未面 居然与毁灭能量有一种神奇的共鸣效果 让他可以轻松修成这种至高能量 就好像他天生变会似的 只是时间太久 被他遗忘了 只能通过毁灭灵土来唤醒记忆 仅止两天时间 他就完全掌握了这角灵土 双拳一阵中 毁灭能量浮现 比之先前的体积足足翻了三倍 凌寒心念一动 将所有毁灭能量集中在右手之上 然后一拳挥出 顿时 一道漆黑的光团打了出去 砰砰砰 一路涌过 无物不灭 将前方的山脉轻易轰出了一个洞 又继续向着天空打去 直到力量用尽 这才分解了还归天地 呲 好可怕 幸好没在客栈中动用 不然的话 不知道有多少无辜之人要被殃及 凌寒露出笑容 得了第三角灵土之后 毁灭能量终于足够强大 可以作为单兵攻击打出了 以前的话 这只能负在秘力上 强化秘力的破坏性 但现在的话 终是壮大的可以打出去的地步了 纯粹的毁灭能量 破坏力有多么惊人 凌寒相信 如果对手没有闪躲而是应接的话 那便是真我敬的护体盾 也会在毁灭能量面前不堪一击 也就是说 真我敬完全可能被他坑杀 好 终于又有一项对抗真我敬的能力 而且不用依赖于天地环境 凌寒点点头 地龙虽强 却要受限于环境 比如真龙渊吧 他就无法调动地脉 我的修为再进一步 将体数和秘力都推进到圆满巅峰 那我的力量会不会迈进真我级别 哪怕我无法调动天地道则 可毁灭能量足以弥补 哈哈 真是期待啊 灵寒并没有闲着 他又开始观摩起混沌及雷塔中的天道火 之前他只是抽取出了一个雏形 但随着他的修为提升 天道火的威力就有些跟不上了 所以 他想要试着再抽取出一部分的道则 强化天道火 这是一条无人指引的路 灵寒走起来就万分困难了 进步甚为 一个月之后 他们回到了九阳圣地 灵师兄威武 灵师兄霸气 得知灵寒回来 好多弟子都是跑了出来 拉着横幅 举着大旗 在那热烈欢迎 则 冲灌荧幕为红颜 抢星夺美 在这些年轻气盛 灭视规则的人看来 无疑是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 深深地打中了他们的内心 好多人不敢 有太多的束缚 现在看到另一个人勇敢地走出来 挑战权威 自然引起了他们的共鸣 甚至崇拜 再说了 灵寒本来就妖孽得一塌糊涂 谁不敬畏于他 宋兰则是娇羞无比 他被灵寒抢星的事情已经天下皆文 以后想不嫁灵寒都不行了 不过 这非但没有让他懊恼生气 反倒充满了期待 灵寒一点自觉也没有 他救人是为了不留下心魔 现在将人带回了九阳圣地 他自然是拍拍屁股走人了 很快 灵寒带着美人归来的消息就传遍了新网 这九阳圣地可没有下风口令 再说了 他们可是圣地 需要忌惮一个尊者级的势力吗 这让冒 宋两家成了天大的笑话 有尊者坐镇 居然还让几个生丹镜给跑了 丢脸部 我跟你们说啊 其实不是宋家的尊者无能 而是故意放走人的 喂啥呀 你不懂 宋家和茂家根本就是死对头 让宋仙子和茂喳喳成婚 完全就是为了和亲 现在宋兰被林涵劫走了 茂家要是忍得下这口气 以后还有脸做人吗 要是忍不住 那与九阳圣地杠上 不是自取灭亡吗 不 原来这样 嘶 那宋家可真够狠的 这一招毒 嘿嘿 看好戏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 新网上又多出了这么一个阴谋论 让澳宋两家原本岌岌可为的关系 更是雪上加霜 林涵 有人要挑战你 这一天 林涵正在揣摩天道火 一名弟子跑过来 给他送来了一个消息 自林涵 哄拜弟子之后 其实跑来找林涵 挑战的人还真是不少 都是为了一战成名 久而久之 林涵自然也不会当回事了 谁 他随口问道 报云天 大弟子露出古怪的笑容 这算是来捉奸的吗 林涵忘了一下 并没有感到惊讶 因为他带着宋兰回归九阳圣地的消息 已经传到了新网上 那冒家得知之后 肯定会有所反应 只是让林涵没有想到的是 冒云天会来得这么快 从他回到九阳新算起 不过七天吧 嗯 一定是冒家的尊者出手 带着冒云天过来的 否则不可能这么快 林涵想了想 长生而起 道既然来了 那就见上一见 他可不是怕事的人 而且 这件事也需要做个了结 林涵走了出去 而消息传出 顿时有许多弟子冲了出来 争相一堵热闹 这什么争风吃醋 最是好玩了 第四千一百六十五章 我要与你决斗 林涵走到九阳圣地之外 只见冒云天果然在那站着 满脸铁青之色 表情难看到了极致 换了谁都要一副吃了苍蝇般的男兽 靠 新婚媳妇被一个男人抢了 都过去了好几个月 是不是被玩到土了 一想到这样的画面 冒云天就想杀人 这个可恶的家伙 不过生单静而已 居然在他面前掳人而去 何等的奇耻大辱 林涵 快点将人交出来 看到林涵之后 冒云天本来就铁青的脸色 硬生生又绿了三分 好像头顶都是一片草原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这个该死的奸夫 林涵淡淡一笑 你还真是幼稚 要教人的话 我还去抢亲干嘛 再说了 宋师妹有手有脚的 乃是自由人 想去哪里自有她的主意 你问我要干什么 林涵 你有种抢亲 没种承认吗 暴云天怒吼道 林涵善了善手 我有种没种 需要你来评定 听到这话 九阳圣地的朱弟子 都是大笑起来 是啊 林涵有种没种 需要冒云天来断定吗 人家可是将一名弟子 都是打废了 这还没种 冒云天气得发抖 双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 他森然看着林涵 道 林涵 我要与你决斗 你比我高出了一个大境界 又比我老了一百多岁 好意思跟我决斗 林涵不由失笑 这是绝对不公平一战 换了谁都不会答应的 哼 我本来确实不会如此欺你 但你抢我爱妻 挑衅我在先 那就要承担这样的后果 暴云天大声喝道 林涵 你敢是不敢 就在这时 又一个声音响起 道 九阳圣地的几位老哥 你们家的小子挑衅冒家在先 这件事 怎么也要给个交代 这声音轰轰然 扬动着可怕的威士 尊者 显然 这是冒家的那位老祖宗 他不但带着冒云天过来 而且还在给九阳圣地施压 不过 冒云天说的没错 确实是林涵挑衅他在先 抢了他的媳妇 这还要讲什么公平一战 你在抢亲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这样的后果 林涵想了想 道 好 我与你决斗 他掌握了心部 天生就站在了不败之地 而地龙毁灭能量都可以对真我镜造成威胁 因此 他并非没有还手之力 暴云天露出一抹残忍之色 这次 他要将林涵轰杀成渣 灭得干净 来战 他大步走了出来 林涵被剪着双手 慢慢悠悠 不疾不徐 这才是装逼的标准姿势 你学着点 一边 大黑狗向小青龙说道 这叫现场教学 小青龙连连点头 他虽然牛叉 但毕竟出事不久 有太多东西需要学 林涵 不得不说 你真的很妖孽 暴云天说起了开场白 连弟子都被你废了 简直逆天 不过 你终究只是生丹静 再强也敌不过我的一击 你似乎忘了 我可不只挡了你一击 林涵笑道 呵呵 此一时 彼一时 暴云天摇摇头 你以为 知道你是正道宗师之后 我会没有准备吗 他将手一扬 顿时 一只玉腕飞升入空 一边旋转一边放大 足足达到了百里大小之后 才停了下来 这只玉腕倒扣着 垂落着道道光谱 有玄妙的符号流转 这是静脉法器 暴云天傲然说道 同样出自正道宗师之手 可以压制地脉 林涵 现在你还有侥幸之心吗 什么 静脉法器 就是封禁地脉的法器 完了 地脉若是封禁的话 那林师兄还怎么动用正道能力 只能靠本身的实力了 可生单打争我 这不是必败的吗 众弟子都是摇头 这毫无悬念 林涵肯定要收获一场大败 当然了 在家门口战斗 哪怕落败了 九阳圣地的强者们 肯定不会做事 让林涵真被冒云天打死了 林涵可是九阳圣地的希望 未来注定要成圣的 绝望吧 冒云天大笑 眼神中闪动着杀气 这个风脉完 只能持续十分钟左右的时候 毕竟是要封锁一个星体的地脉 而星体又是何等存在 尤其是九阳星 相当于一名圣人 只是沉睡着而已 所以 能够封锁地脉 十几分钟已经够可以了 时间确实不长 但真我竟干生丹静 十几分钟还不够吗 他知道九阳圣地 不会做事他杀死林涵 所以 他要趁这个机会 好好地揍林涵一顿 最好是将他打废了 宫廷一战 打废了九阳圣地 也不好发难 就好像林涵打废了百里车一样 让紫薇地族 也只能吞下这的苦果 林涵引动一下地脉 果然 地脉好像沉睡了一般 根本无法调用 但他敏感地发现 地脉在慢慢地复苏 不用多久就会恢复过来 这个时间 最多也就十几分钟 林涵成竹在胸 道 在我眼中 你根本不能称为对手 若非比我高出一个大境界 我一拳就可以将你打死 暴云天大怒 这本来应该是他戏耍林涵 让林涵痛哭流蹄地求饶 可现在呢 这个家伙怎的那么嘴硬啊 好 那就先把他揍翻了 看他还怎么笑得出来 找死 他大喝一声 向着林涵掠了过去 身形展开 有若一只金翅大鹏 金光闪动 快若雷霆 林涵一笑 这快吗 他展开咫尺天涯 身形动转 竟是丝毫不逊色 圣吉身法 冒家尊者不由地横了一生 尊吉与圣吉之间 有着一道天大的鸿沟 所以才让林涵明明只是生丹静 却在速度上不逊于冒云天 当然了 最主要的还是林涵太妖孽了 秘力直标三十八重天啊 才能催动到这样的高速 闪过这道攻击之后 林涵立刻进行反击 幻境黑芒 嗡 这可是神式级别的 没有冲击轨迹 一念极致 暴云天顿时中招 先是有微微的迷茫 毕竟他是真我净 超越了林涵一个大境界 抵抗力当然强了 但是 他还是没能挣脱出幻境 而是沉浸在了其中 他又不是弟子 可以免疫一切负面效果的 第四千一百六十六章出丑 暴云天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之中 在这个幻境之中 他已经杀死了林涵 成功夺回了美人 真正进入了洞房花竹叶 一时之间 他心欢怒放 所有人都是看得清楚 这家伙露出了销魂的表情 双手虚抱 屁股还在一拱一拱的 靠 硬了 李玛 太辣眼睛了 打着打着 居然开始一赢 直接应了 这是什么人啊 变态 所有人都是不敢相信 冒云天居然无耻到这样的地步 就算你是争我镜 你一只手就能镇压林涵 可也不至于嚣张到 当着所有人的面应了吧 还一拱一拱的 太恶心了 众人都是无语 这完全刷新了他们的三观 林涵也没有想到 自己只不过用幻境黑芒拖一下时间 没想到居然让冒云天曝露出这么不堪的一面 他摇了摇头 这个冒家天才从此之后应该无脸再见人了吧 就在这时 冒云天突然一睁 眼神恢复了清醒 天 他在做什么 他连忙放下双手 但下面依然挺着 一时半会可消不下来 他心意狠 直接一折 好了 停了 林涵 他一字一字地道 双眼喷火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会沉浸在意营中而不可自拔 但可以想象 肯定是林涵搞的鬼 这个可恶的家伙 害他出了怎样的大丑 他以后还有脸见人吗 死 死 他怒吼 向着林涵杀去 双掌连拍 如惊涛骇浪 他的身上缠绕着秩序神恋 一掌踢过 无尽的符文声光 这就是真我尽的强大 洞扯了天地奥妙 绝非生丹静可以体敌 林涵哪怕修炼了天龙帝爵 体魄无比强横 可若无必要 他也完全不想去硬扛真我尽的攻击 他退 嗡 煞气冲击轰出 啊 暴云天立刻暴头 发出一声惨叫 模样极其痛苦 要知道 林涵的灵魂强度足以媲美化林静 虽然受限于境界无法进展为能 却也足以让真我尽都是喝上一壶的 再来 嗡嗡嗡 煞气冲击连连 这是神世级别的 无视距离 念动极致 这自然让 这自然让 帽云天吃足了苦头 双眼中都是有血泪流了出来 显得无比猙獰 这一幕谁能想到 堂堂真我尽 脸生单静的衣角都没有摸到一下 居然被伤得流出了血泪来 虽然没有人知道林涵动用了什么手段 但肯定是他干的 帽云天连忙引动高层次能量 在深周形成了护盾 他知道 秘力护盾无法庇护他 果然 煞气冲击在打 顿时被高层次能量拦截 据化成一个黑色小人 但依然披荆斩棘 杀进了帽云天的世海 让对方只觉脑袋如被针扎 其痛无比 嗨 这下众人都是看得清楚 漠不震惊 导致帽云天流出血泪的 显然就是这黑色小人 但那到底是什么仙术 杀伤力如此可怕 连高层次能量也能轻易穿破 林涵也有些讶然 因为之前便是对阵弟子 他们也无法拦得下煞气冲击 只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祖王轻质的法器 才能免疫一切负面效果 是了 真我静 这个境界才能真正引动天地道泽 而一切归根到底都是对于道泽的运用 所以 帽云天便有限制地抵御了煞气冲击 该死 该死 帽云天真是要疯了 他可是争我静啊 可还没有真正出上一招 便被林涵折腾到如此凄惨的地步 当众应了耸屁股 又流出了血泪 完全的大笑话 他冲了过来 哪怕被煞气冲击打的脑袋声痛 也是完全不理 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轰杀林涵 林涵展开咫尺天涯 身形倒退 幻境黑芒在阳 帽云天再一次不动了 他傻愣了一下 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因为在幻境之中 他再一次干掉了林涵 但是 他毕竟是真我尽 而且中过一次招 很快就清醒了过来 你 你 你 他暴怒成狂 又中招了 又中招了 众人也是看得嘴角抽搐 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战斗 不但颠覆了强者必胜的武道真理 而且还无比的可笑 帽云天挂着两行血泪 可笑的却跟一个傻逼似的 这十分滑稽 帽云天已经没有任何的豪言了 他瞪着血红的双眼 就是不断地向着林涵展开轰击 轰轰轰 他毕竟是真我尽 太强了 一击挥出之中 天空中全是光辉 林涵展开寒冰路先止 但即使配上寒冰能量 依然无法对抗帽云天的攻击 被轻松击溃 唉 差了一个大境界 这种压制真是让人无语啊 可他却不知道 一众观战的人才真的无语好吧 他们哪见过这样的生丹镜 居然可以让真我尽狼狈 不看到这样的地步 原楚 帽家尊者的脸色也是铁青 他知道 好多人正在新网上直播 所以帽云天这下 可是把丑出到了整个新语中去 他恨不得将林涵和帽云天 全部宰了 却是冷静的没有动弹以下 帽云天出手 可以说是师出有名 他是当事人苦主 哪怕比林涵高出了一个大境界 依然可以去挑战 但他就不一样了 堂堂尊者 还要不要脸了 再说了 他若出手 九阳圣地的强者会做事 真要寄出圣气来 那他肯定要被轰杀成渣 所以 他只能看 然后期待帽云天可以大爆发 然而 帽云天始终没有爆发 可近卖碗的使用时间 却要到头了 咻 这只碗从天空中飞落了下来 掉在地上 帽云天一见 顿时脸色大变 他可是知道地龙的厉害 两条就足够让他喝上一壶的 若非如此 当初林涵又怎么可能在他眼皮底子下面掳人而去 现在 他又要对上地龙了 想不想念 林涵微微一笑 一指扬动 轰 一道地龙顿时磅驳而出 在他的身后浮现 然后是第二条第三条 第十条 反正石龙之术是他早已经曝露过的 所以 他完全不介意再曝露一次 帽云天只觉一阵苦涩 心中有一万只草泥马奔过 他马得 你能再变态一点吗 第4167章论真我竟怎么杀死林涵 这一刻的帽云天 无比绝望 他顶多就能占两条地龙 可林涵却是一口气照出了十条地龙 他要硬上的话 那只有被地龙车翻的份 而且 林涵可不只拥有地龙 煞气冲击 幻境黑芒同样折腾的他不要不要的 三者若是一起发威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扛 可堂堂真我静 居然要败给一个圣丹镜 不不不 这家伙可不只是圣丹镜 还是震道宗师 败给一个震道宗师 呃 不算耻辱 帽云天已经开始给自己找起了退路来 没办法 之前他就奈何不了林涵 现在对方还照出了十条地龙 怎么想他都不可能有胜算的 该我了吧 林涵笑道 幻境黑芒打出 帽云天立刻陷进了幻境之中 咬 十条地龙起舞 向着帽云天杀去 被幻境黑芒折腾了这么多次 帽云天自然也有了强大的抵抗力 只是一瞬间他就征脱了出来 可就在这时 十条地龙也围了过来 我靠 帽云天取出法器 乃是一根青色的棍子 他以棍子横扫 砰砰砰 以地龙击战 在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之后 他终是将十条地龙完全轰碎 他呼呼喘气 显得疲惫之急 林涵鼓起了掌来 道不错不错 实力喜人 再来一次 哄 又是十条地龙起出 这么掌的时间过去 足以让林涵再次聚拢足够多的地气了 暴云天想哭 还十条啊 你压得 动动手指就能照出地龙来 可他呢 针刀针枪再拼啊 双方的损耗根本不在一个层面的 不打了 根本打不过 除非实力达到一口气 轰碎十条地龙的程度 那一股作气之下 可以将林涵秒杀 他纵身而退 完全没有了再战的勇气 林涵失望 道 咦 你跑什么 这可是决斗 决你妹 暴云天头也不回 已是来到了冒家尊者的身边 就算被骂得再凶 他也不会再去战林涵 那真是再自取其辱 他 果然 冒家尊者给了他一记耳光 抽得他在原地打了三个圈 不过 冒家尊者也知道 这真的不能怪冒云天 而是林涵太妖孽了 甚至可以说 是他的眼力不准 没有看出林涵居然还会精神层面的攻击 否则再给冒云天准备几件精神防御的法器 而不是只有一只静卖碗 那结果就会完全不同了 到了现在 他还能说什么呢 告辞 冒家尊者抓其冒云天 直接撕开空间走了 留下来自取其辱吗 全场一片议论之声 谁能想到呢 真我竟对林涵出手 不但没能见功 居然还被打得狼狈而逃 不只是这里 新网上也是一片热议 甚至还开了一个命题 真我竟怎么才能杀死林涵 第一 必须有抵御精神功级的法器 第二 要么战力可以碾压十条地龙 要么就是有封镜地脉的法器 第三 得修圣及身法 要是连人都追不上的话 那还说个屁 能人很多 很快就总结出了三个要点 甚至战神功的杀手也参与了进来 用了一个认证过的账号 这是战神功对外联系的管道 要找战神功杀人 这个账号便负责沟通 之前 各方势力 包括地族 都向长家抗议或威胁 要求他们封掉战神功的账号 但长家却是不予理睬 保证每个人的公平 这是长家大帝生前的行事宗旨 所以 长家人也不会去改变 也就是说 哪怕在十恶不赦的坏人 在新网上依然可以活蹦乱跳 不用担心泄露了藏身之处 这个扯远了 总而言之 这是新网第一次因为讨论 怎么杀一个生丹静而如此热闹 林涵也算是开创了一个记录 但作为当事人 林涵却是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他在积极参悟天道火 有必要的话 他想去悬月星走上一趟 近距离观察一下天道火 还有 他想要尽快突破真我镜 现在他被太多人盯上 笔牌都要掀开得差不多了 只有迈进真我镜 他的战力又会变得叵测起来 而且 迈进真我镜之后 他就可以尽得古阳真人的传承 星宇又恢复了平静 短时间内并没有什么轰动天下的大事 但平静的日子注定不为持久 才只是两个月过去 新网上就再次掀起了波涛 山海天重现 何谓山海天 这并非一座秘境 而是一座超大城 但并非在哪一个星体上 就是一座城 孤悬于星空之中 每隔九万年 山海天就会出现一次 持续一段时间 然后又会切断了路 隐于星海 这座城的神奇之处在哪 在这里 道则俱化 天地能量无比浓郁 在这里修炼 远胜其他地方 那这里是修炼圣地了 理论上是的 但实际上却很少有天才会进去 修到大城再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座城九万年才会开启一次 有天路可通 大部分人进去之后 根本熬不到出来的时候 要知道 尊者理论上也就只有十万年的寿元 所以 在山海天修到大城又如何 根本没有出去耍威风的机会 就已经老死了 当然了 对于那些有志于冲击圣人的大能来说 山海天还是极好的选择 每次开启之后 会有大量的教主和尊者进入 待下一次开启之后 会有几个圣人走出来 而绝大部分人则是老死其中 照这么说 山海天应该只有强者才会感兴趣了 不是 年轻天才同样趋之若鹜 这又是为什么 那就要说到 山海天是谁助救的 天落圣皇 除了天地初开的时候 诸神兽并存 而在此之后 每个时代便只有一位帝的存在 正所谓帝不见帝 难分高下 可即使如此 所有人都是认定 天落圣皇在历史上的诸大帝之中 实力足以排进前十 甚至前三第一 因为在传说中 天落圣皇成道时 适逢一个无比黑暗的时代 连大帝亦有可能陨落 可天落圣皇却是之身一人 硬生生平定了黑暗 而这个山海天 便是天落圣皇所见 藏着他传承之地 无须山的秘密 第四千一百六十八章 山海天 天落圣皇的强大 绝不只是传说 在他之后 每一代的大帝都会感慨 对天落圣皇推崇被制 推许为史上最强祖王之一 因为一生都在平定黑暗 天落圣皇甚至没有留下着四河传人 一生所学尽埋在了无须山 但是 无须山在哪 无人知晓 这么一代又一代下来 依然是一个谜 所以 唯一的线索就是山海天 这是天落圣皇当初南征北战的桥头堡 相当于战车一般的存在 据说天落圣皇画道时曾经说过 无须山的所在便在山海天中 正是如此 每当山海天开启 便会有无数人涌进去 寻找无须山的所在之秘 当然了除了抱着必成圣人决心的大能 其他人都会赶在山海天关闭之前出来 免得一困就是九万年 那不成圣的话 基本就熬不到山海天的下一次开启了 现在天路线开启了通往山海天的大道 天落圣皇啊 牛逼闪闪 虽然不能断定为史上第一 但绝对是最强的大帝之一 大黑狗跑过来 小寒子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林寒呵呵一笑 这么多年下来 没有一个人找到线索 你觉得我们可以成功吗 那可不一定 说不定我们走运呢 大黑狗道 也是 你看九阳圣地的传承也是无数年都没有人找出来 结果却被林寒发现了 这既是实力 也是运气 小青龙则是嘀咕 什么天落圣皇 在我父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得得得 林寒笑道 真龙确实是诸神兽之首 有惊天动地的实力 但毕竟是天地所创 没有那一步步走向巅峰的过程 所以如果所有大帝都能复生 那我还是认为 后世的祖王要更加厉害一点 狗爷爷这么认为 大黑狗点头 且你们太无知了 小青龙当然不同意了 在他心中 真龙当初是诸神兽之首 放到现在的话 那也是当之无愧的地中之地 那你就留下来看家好了 林寒笑道 不行 龙爷爷要去凑个热闹 小青龙立刻反对 这样的盛世 只要能够去的人 都不会落下 新网上都是在议论这件事 有些势力更是举足出动 这人多了 找到无须山的可能性 也会高上一些 九阳圣地也是全面动员起来 总计三名尊者悉数出动 带上所有弟子共赴山海天 而这一次去了三名尊者 却会有两名尊者留在那里 因为他们的寿缘已经无多 要在山海天中搏上一搏 万一成圣 那九万年后还能出来 不成圣的话 那自然一切休提 咦 看新网上说 山海天内会有许多超级天才 大黑狗说道 林寒也了解了一下山海天 知道这可以称为一座超级圣地 甚至比之地足以不逊色 为什么 因为许多教主 尊者在里面冲击圣人位 失败之下 也不甘心自己的所学失传 会在里面寻找土著传承功法 而万一成圣了 那无聊之下也会想要收个土地 甚至生个儿子女儿什么的 无数年来 无数强者 这会留下多少传承 所以 山海天完全可以称为超级圣地 有时候更能走出弟子级的年轻天才 闪耀一个时代 再说了 这里道则句话 能量浓郁 修炼起来要事半而功倍 在三大尊者的带领之下 林寒等很快就来到了山海天外 其实 即使是这个时候 他们仍是看不到这座超级大城 但一条古老的大路 却是在星海中浮现出来 只要沿着路走 就能进入山海天 一个个势力到达 或是只有三四人 或是几百上千 规模惊人 到了这里之后 没有谁去故意起信 皆是踏上了天路 向前而行 这条路长得惊人 而走着走着 逗转心仪 一步之间 朱天星辰都被抛到了身后 仿佛时光如飞 快速掠过 行了一天之前 前方出现了一颗星体 通体漆黑 其大无比 而隐约可见上面有高耸的长墙 这曾经是一颗太阳 九山尊者说道 却被天落圣皇以无上为小缩小了无数倍 使之固化 化为一颗与普通星体类似的存在 但是 那上面的重力是普通星体的几千倍 所以 时时都要运转密力对抗 否则的话 你们就只能趴在地上如同烂泥了 众人都是震惊 太阳烈焰是何等恐怖 乃是相当于八星高层次能量的存在 圣人亦只能打爆太阳而无法长时间地接触 也只有祖王才有如此的大手笔 将太阳冷却 凝食 缩小无数倍 甚至可以让人踏足 这对于祖王的实力了解越多 就越是让人生起无法气急的无力感 好了 要进城了 又一名尊者说道 前方已是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城门 高达万丈 与其说是城门 倒不如说是绝风 林寒抬头看 难怪山海天使被称为一座超级大城而不是一颗星体 因为这确实是包围在城墙之中的 而城墙高达万丈 每一块砖石皆是散发着古老的气息 更可以看到 城墙好些地方都是破损了 留下了一个个坑坑洼洼 这不是岁月腐蚀出来的 而是战斗留下的 当他们来到城门之下时 有人好奇 去轰击城墙 可一击打下去 城墙纹丝不动 自身却是连翻几个跟斗 摔了个结实 这让许多人都是来了兴趣 纷纷上前测试 结果 无人可以破坏这里的砖石 林寒也是过 普通的攻击根本没有效果 而哪怕是动用了毁灭能量 也仅仅只是破坏了一丝丝 呵呵 别说你们了 便是本尊也轰不坏这里的一砖一石 一名尊者说道 什么 众人都是惊呆 居然连尊者都是难以撼动 这里的城墙 林寒也是震惊 再看看城墙上留下的坑坑洼洼 那又是谁留下的 圣人 绝对是圣人 这座古城到底经历了什么 众人在这里唏嘘了一会之后 终是进城 一座无比宏伟壮观的古城便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第4169章道则句话 山海天建立在一颗熄灭的太阳上 虽然这颗太阳被压缩了无数倍 可依然不比普通的星体小 而山海天差不多占据了整颗太阳 可想而知 这座城市有多么的巨大了 一眼望过去 有山川合月 有瀑布天锤 有神炼如虹 当然了 最最直观的体现 就是他们刚一踏进城门 好多人都是闷横一声 差点跪了下去 重力太大了 还好 大家都被事先提醒 因此一瞬间后 一个个都是张开了密力护盾 来对抗这样的重力 灵寒自然是如履平地 因为他可是修炼了天龙必诀 体术与境界相当 这点重力在他看来根本就是小儿科 要知道 他一根危险凌乱的法思物字横插着 没有一丁点往下坠的迹象 由此可见 他的体魄强横到了什么地步 除了他之外 小青龙也能昂然无惧 但大黑狗 女皇和虎妞就要差一点了 必须撑起密力护盾 因为他们在天龙地角的掌握上还不够深 没有一个修成了生单篇 但是 灵寒却是撑起了一个密力护盾 并让小青龙也照做 干嘛 小青龙显得莫名其妙 不要让人知道我们还是体修 灵寒以神式传音道 小青龙顿时就饿了一下 恍然道 你小子又想因人 靠 这只是保留一张底牌好不好 什么因人 会不会说话 林寒没跟他一般见识 知道这条四角蛇嘴剑就行了 九山尊者落了下胡须 道 若是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修炼 体术会非常强大 不错 另两位尊者也是点头 深表同意 兼修体术 这其实是不少人的梦想 但体术这一道 精通的人实在太少 而且修炼的要求太高了 需要各种珍贵的药材去炼体 轻易就可以把一个大势力给吃垮的 当然了 最重要的是 一没有功法 二没有相应的环境 比如这太阳化成的星体 重力大的恐怖 就是一天然的体术修炼圣地 换到别的地方 连圣人都做不到 可惜 在这里最多待个两三年 根本来不及修炼体术 九山尊者摇摇头 有些可惜地看向林涵 他十分看好这个弟子 要也能修炼体术的话 肯定会更加强大 不说这个了 我们先去找个好地方 另两名尊者说道 他们这次都会留在山海天 要么成圣 要么化道 成中 规则句话 平时要耗尽精神才能发现的 道则就那么摆在了面前 对于修炼的帮助真是太大了 尤其是从真我境开始 在这里修炼 真是事半而功倍 但是 不同的区域 显化的规则不同 有多少之分 所以 站个好地方的话 那自然更加有力了 他们并非第一批进入此间的人 但无法 武道界从来不讲究先来后道 而是用实力说话的 许多小事例一看到他们过来 立刻就将地方让了出来 直到他们走后才又回去 根本不需威胁 难道要反抗吗 那真是灭族之灾了 小半天后 他们找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这里有圣洁的道则显化 如同一道长红般贯通苍穹 于尊者来说 这给了他们巨大的参考 对突破圣人非常有帮助 但是 这也仅仅是帮助而已 自身的悟性积淀不够 还是无法跨出那一步的 一路过来 灵涵也看到了许多的土著 好多人跟他们一样 撑起了秘力护盾 但也有些人非常彪悍 只靠肉身便抵御住了如此恐怖的重力 由此可见 他们的体数必然惊人 不同的人 创不同的道 在这里 土著们因地之仪 创造出了功法 利用重力来萃体 近乎于一种本能 而真龙则是从自身出发 创造出了天龙帝爵 以高层次能量来淬炼身体 两者的路完全不同 可最后却是达到了相同的效果 体修 天下万法 皆知大道 灵涵暗暗点头 方法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 不过 明显真龙牛叉 天龙帝爵可以一路修到尽头 最终超越圣人 连帝兵都能硬汉 与大帝亦能拼上两招 虽然肯定是不敌的 而在这里修炼的话 估计真我镜撑死画灵镜就是镜头了 毕竟重力就那么些 而且 要修达画灵镜的体数 估计还得进入星体的内部去 利用那里更加强大的重力来萃身 这外层的已经不够用了 既然来了这里 那也不能浪费了 看看这重力可以给自己什么帮助吧 灵涵撤去密力护盾 让重力作用在自己身上 可他的体魄已经牛差无比 重力虽然惊人 却连他的血液流动亦无法影响 唉 灵涵叹了口气 看来 他的进入地底 让重力暴增 这才可以感到压力吧 他和小青龙不用脆体 教主以上也不用 因为他们就算在这里将体数修到极致 可顶多也就是画灵级别 与他们的战力几乎没有一丁点的提升 那非如此老劲干嘛 再说了 这里规则句话 修炼武道境界才是王道啊 去钻体数的话 那真是英小师大 极蠢无比 灵涵也没有闲着 他观察着那些道责 这是他平时无法感应到的 哪怕真的跨进了真我境 那也需要花费老大的境才能触到一丝 而且还是最低级别的 哪像这里 便是圣级规则也是显化 好像唾手可得 当然了 没有人真会去触摸 规则啊 天地大道的化身 没有足够的实力 却去触摸 那真是在找死了 有没有高层次能量巨化呢 灵涵寻找着 但非常遗憾 这里并没有 让他十分失望 这两天 他在山海天行走 这里据说埋藏着 无须山的秘密 得知 对应的就是一位大地的宝藏 哪怕灵涵都是怦然心动 他虽然修到了不少地数 但还是缺少了地精 而地精的话 则是一个地族的根本 血脉 呵呵 血脉只是能够让地族爆发一下 地精才是地族真正凌驾于万族之上的原因 只说一个吧 要驱动地兵 不是靠血脉 而是与大地一脉相成的法 法从何来 地精 第4170章条系 地精如此重要 乃是一个地族的根本 无论如何 地精都是不可能外传的 比如说 现在有许多地族看好灵涵 甚至愿意招灵涵上门 许他一名不怎么重要的女性族人 但是 灵涵顶多就是在该族学到地数 但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得赌地精 哪怕在地族之中 不是重要传人也无法修炼地精 而修炼地精的族人 也漠不在是海中设下了禁制 外人若是想要强行窃取的话 禁制发威 破坏是海 灵死族人 哪怕弟子 但地精绝不外传 灵涵手中有圣级功法 传自九阳圣人 已经很牛逼很牛逼了 尤其是九阳圣人 看古往今来 他的实力绝对可以排进圣人中的前十 具体多少名麻 因为太多圣人不是一个时代的 也无法比较 前十已经够牛逼了 可比之地精 圣级功法还是差了一些 终不能称得上完美 灵涵自己已经做到了极致 所以他还想更强的话 那只有从功法入手了 别的地族不可能传他地精 哪怕猴哥也不行 灵涵自己也不会开这个口 所以想要得到地精 就只有从这种无主的地精下手 他非常积极 同样积极的还有大黑狗 小青龙 小青龙为什么要积极 你们傻啊 要是龙也有地精的话 还找个屁 小青龙一开口就非常讨打 我父子传给了我天龙地绝 因为他根本没有地精 不只是真龙 最早的神兽都没有地精赚下 便只有地数 因为他们是天地所创 生而悟到 根本没有自己走过地路的过程 这让他们哪来的地精可成 真龙可以逆向研究自己 创出天龙地绝 已经牛逼到一塌糊涂了 饶是如此 这也有着限制 必须得有真龙血脉才能修炼 纵观天下 真没有几个人符合条件 可地精就不同了 只要悟性足够高 不依赖于血脉 任何人都能修炼 相比之下 高下立判 这也是林寒认定 后世大帝要比最初那些神兽 更加强大的原因 自己悟出来的东西 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因此 林寒大黑狗 小青龙都对地精十分渴望 他们漫山遍野地走 寻找着无须山的线索 但这里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 如果线索这么好找的话 不是早就被人发现了 几天下来 他们一无所获 也不能这么说 这里道则句话 他们看得多了 对以后的修炼 还是会有些好处的 关键是 这里没有地脉 因为这并非一颗真正的星体 而是太阳压缩而成的 可林寒隐约感应道 其实太阳内部也有脉的存在 但它现在的实力太弱了 连感应都是十分模糊 更何况还要沟通了 圣吉妈 他若是成为镇道圣师 那能不能连太阳中的地脉 也调动起来 这并不夸张 传说中的镇道圣师 便能以星辰为阵机 部下绝世大阵 连圣人亦可图 唉 这想得远了 因为不能沟通地脉 林寒三个也十分小心 没有走出太远 毕竟盯上林寒的势力可不少 尤其是战神功 要杀之而后快 林寒可不想给他们制造机会 林寒回到了九阳圣地的地盘上 打算闭关修炼几天 争取尽快达到 所生丹大圆满的镜头 然后迈进真我镜 在这个地方 不修规则真是太可惜了 大黑狗和小青龙因为目标小 他们便依然在寻找着无须山的线索 也可以说是不死心 毕竟关系到了地精 便说他们 就是换了地族也一样 这可是能够拿来参考的 林寒 虎妞的声音响起 林寒摇摇头 带着这个小娇妻在身边 想要安安静静地修炼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他站了起来 走出简易屋 确实亚然发现 与虎妞 女皇一起的 居然还有林洛 林前辈 林寒立刻迎了上去 林洛也是露出笑容 与林寒热情地拥抱 咦 虎妞呲了呲牙 眼露凶光 居然敢抱她的林寒 太可恶了 把你的脏手拿开 吕黄则是冷冷说道 一脸傲娇 林洛的脸上不由地满是黑线 这一个要吃了她的模样 一个则是视她为粪土 林寒的这两个娇妻也太有个性了 林寒 有人欺负妞 虎妞嘟着嘴道 林寒不由失笑 居然还有人敢欺负你 哈哈 那应该被打成猪头了吧 没有嘞 那家伙比妞厉害 幸好林洛来了 才帮忙将那的可恶的家伙打退了 虎妞道 林寒的脸色一粒 已是动了杀意 居然敢欺负自己媳妇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向女皇问道 让虎妞说正事的话 经常信得不靠谱 吕黄开口 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其实很简单 她和虎妞在四处逛逛 遇到了山海天的一个土著 好像是什么二世祖 非常嚣张 硬要女皇和虎妞摘下了面纱 这自然被虎妞对被女皇比 于是 两边就打了起来 谁料那的土著是生丹镜 两女当然打不过 就在这时 刚好林洛出现 将土者打退 救下了两女 真是可恶脸 虎妞一边听 一边嘀咕着 林寒点点头 这种好色之人 她见一个杀一个 杜谢林前辈 她向林洛拱手道 林洛则是一笑 我们之间 还需要说什么谢谢 他们都是从原世界中出来的 真正的自己人 林寒点了点头 问道 知道那土著叫什么吗 不知道咧 长得那么丑 完全没有在意她说了什么 虎妞耸了耸肩 一时之间 林寒也不知道该如何吐槽 两个贱人 还有那个贼子 给老子出来 可就在这时 外面却是传来了叫喊之声 咦 是那个丑八怪 虎妞立刻道 林寒则是有些亚然 靠 你当街调戏被打退了 居然还敢杀上门来 呵呵 真是找死了 林寒大步走了出去 只见门外站着五个人 但明显以两个人为首 皆是年轻男子 另三人则是落后了几步 一看就是蒲纵的身份 第四千一百七十一张行家 咦 你是谁 一名年轻人看着林寒 脸上有着亚然之色 从声音来判断 就是之前说话的人 也就是说 他便是想要调戏虎妞和女皇的无耻之徒了 咻 林寒动了 只听一声催响 那年轻人就飞了起来 然后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嗯 另一名年轻人脸色一变 他居然没有看清楚林寒是怎么出手的 也太快了吧 你居然敢打我 那被抽飞的年轻人很快就爬了起来 左边脸颊肿得高高的 还有斑斑血迹 他森然看着林寒 完全没有实力不及而应有的恐惧 反倒是胸向十足 当然不是他有多么能扛 而是林寒根本没有动用权力 一下子就打死 哪有这么便宜 现在不管你是谁 你都要为此付出代价 那年轻人大吼道 啪 人影一闪 他再次飞了出去 另一个年轻人依然没有动 可眼神中却全是恐惧 因为林寒的速度太快了 快到他根本不及反应 也就是说 如果林寒对他出手的话 那他肯定也无法招架 啊 一名年轻人惨叫 这次林寒抽的力量大了些 将他的护体盾都是打得粉碎 而这里的重力又大的恐怖 他的体魄也没有修到 可以完全对抗的地步 自然要忍不住惨叫了 这时 女皇他们才从简易房子里走了出来 该死的家伙 第一名年轻人看到女皇和虎妞 尤其是林落后 眼神中的杀气更加凌厉 建哥 你怎么还不出手 他向同伴叫道 靠 将你叫过来 就是帮忙的 可你光顾着看我被打吗 那献哥姓周 便叫周县 他脸色难看 却是根本没有出手的意思 另一名年轻人叫杭廷远 而杭家的话 有一位尊者坐镇 不过两万多岁 极有成胜之望 周家的实力就要弱多了 家族最强者也不过是化林真君 所以 哪怕周县的天赋比杭廷远高 实力也要强 还被对方称一声歌 但实际上却是杭廷远 在两人的关系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杭廷远在凌落的手里吃了亏 便找周县帮忙 要讨回这个场子 可郑主还没有出现 就来了一个更狠的 让周县完全没了脾气 他完全不是对手好吧 打个屁啊 林涵则是向着周县问 你要出手吗 出手 出手 杭廷远大叫道 周县确实坚定无比地摇着脑袋 神经 他可不想找死 好 那就在一边乖乖地看着 林涵说道 语声很柔和 可周县确实从骨子里泛起了寒意 他从这样的话语中听出了杀意 所以 他还是忍不住道 杭家的老祖宗 可是尊者 这似乎是在提醒 又似在警告 林涵呵呵一笑 要比背景的话 我家的老爷子也是尊者 而且不止一位里 你敢 杭廷远大喝道 见林涵充满杀意的目光射来 他全身的毫毛倒是竖了起来 可长久以来他一直横行霸道 现在纵使已经感到了恐惧 他也丝毫没有认怂的想法 而是变得更加疯狂 你立刻跪下来求饶 否则的话 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林涵叹了口气 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 尤其是像你这种 本身还没什么实力 只会扯着喉咙当疯狗 呃 还好大黑狗出门了 不然就要小心晚上被狗咬 咬 他身形一动 航廷远再次被一巴掌抽飞 航廷远惨叫连连 他已经无法撑起密利护盾 恐怖的重力碾压之下 他只觉每一根骨头都在卡卡作响 随时都会断裂甚至粉碎 这终于让他感到了恐惧 浑身瑟瑟发颤 他遇到了一个狠茶子 完全不惧他的来头 现在帮手根本帮不了 他连忙道 我认输 我认输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只要逃过这一劫 他立刻回家里搬请救兵 哼 这些外来者哪知道他们行家的底蕴之深厚 哼 然而 他只觉脸上又挨了一记大嘴巴 被重重地抽飞出去 敢调戏自己的媳妇 那没什么好说的 一个字 杀 林涵冷然不断地挥掌啪啪啪 没几下功夫 航庭远便被生生抽死 滚 他扫了周现一眼神情冷酷无比 周现竟被吓得叠坐在了地上 但再下一刻他连忙爬了起来 黄黄如丧家之犬 连忙转身就跑 哈哈 你还是一点也没变 林涵笑道 林涵也是一笑 但并没有放在心上 要实力他有实力 要背景的话 他也不缺背景 有什么好怕的 过 自己媳妇被人挑戏 甚至还被人上门挑衅 难道还要忍气吞声 不过 这件事肯定不可能轻易结束 林涵又道 嗯 谁来吐眼 林涵笑 仅仅只是过了小半天 行家就来人了 并非尊者清零 也不是教主级 化林真君 甚至连真我竟也没有出动 而是一名白衣年轻人 生丹静的存在 乍一看 这个白衣年轻人十分普通 还持着一双脚 显得非常粗犷 但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的话 便会发现他身上并没有秘力护盾 没有秘力护盾 居然可以对抗这样的重力 只能说明一点 这家伙的体数十分强大 至少也是升丹级别 我叫航天桥 白衣年轻人淡淡说道 被你所杀的航亭原乃是我的地点 你是来报仇的 林涵问道 我弟虽然不堪 但终究流淌着行家的血脉 不是谁说杀就能杀的 航天桥淡淡说道 他看着林涵 目光终于是有杀意射出 很简单 一命赔一命 林涵一笑 你们应该做过调查吧 知道九阳圣地共有三位尊者 所以 你们也不敢造次 连真我敬的强者 亦没有出动 而是派出了你这么一个升丹禁 可说是宫廷一战 这样的话 便是我宗的三名尊者 也不能说什么 杭天桥的眼神 唯唯有些变化 林涵说的一点也没错 否则的话 哪来这么麻烦的事情 家族早就出动一位真我 竟将林涵抓回抗家 大谢八块了 第四千一百七十二张冲突 既敢杀人 可敢一战 杭天桥冷冷说道 纠结在杭家 敢不敢这个问题上 是一个很蠢的主意 林涵唯唯一笑 我如果将你打死之后 杭家又会派出谁来 你杀不了我 杭天桥摇头 显得自信十足 好吧 那就保留一点期待感吧 林涵一笑 杭天桥横了一声 你真是自我感觉太好了 你要知道 这可是山海天 你的意思是 山海天的人 要比外面的人强了 林涵问道 不错 杭天桥指了指四周 这里 天地能量无比浓郁 让你修炼起来 事半而功倍 而重力如山 时刻都在淬炼几身 道则句话 物天地奥妙容易十倍 甚至百倍 所以 我们有不强的理由吗 在这里 就算是一头猪也能修成仙 林涵不由一笑 你是说刚才被我一巴掌拍死的家伙吗 那不过是个废物而已 杭天桥冷然说道 不过 就算是废物 那也是我们行家的人 还轮不到你来杀 唉 废话真多 林涵摇头 呵 既然你这么急着死 我就成全你 杭天桥大步向着林涵逼去 在这里 重力可怕 便是升丹禁也无法飞腾入空 不过 这里的大地无比坚固 升丹级别的攻击根本不可能破坏 所以在地面大战也不会造成什么破坏 他已是逼近 然后一拳当面击打 林涵伸出手 食指和中指化成茧 轻轻一加 杭天桥挥出的拳头就戛然而止 什么 杭天桥没有说话 但脸上的表情确实清楚地说出了这两个字 这怎么可能 他这一拳虽然没有爆发出最强威力 但林涵景平两根手指就遏止了 这的是多么恐怖的力量 呵呵 吹了半天的牛 结果却被打脸 感觉如何 林涵笑着问道 杭天桥没有回答 而是大吼一声 轰 掌心迸发出一道豪光 画成一头冰凤 向着林涵扑杀而去 他本就与林涵近在咫尺 因此这一击也是一闪就到了林涵面前 几乎不给林涵有闪躲和招架的机会 得手了 杭天桥露出一抹笑容 这一击下去林涵应该死定了 呼 然而 他却是惊骇地看到 林涵微微鼓气 然后吹了出来 将那冰凤轻易吹得粉碎 而后 林涵便向他吹了过去 让他感觉浑身的血液都是冰风 然后就没有感觉了 不是因为寒气消失 而是太过冰冷 破坏了他的神经 这是他打出的攻击 他当然知道这寒冰一般的能量有多么恐怖了 虽然被林涵吹碎 使得威力锐减了一大截 可依然能够称为霸道 这全部倒轰在自己身上 是多么恐怖的事情 他连忙运转秘力 去驱逐入侵的寒冰属性能量 林涵轻轻一震 航天桥便被他震飞了出去 航天桥也是将身体一震 顿时瑟瑟瑟地 有大量的碎冰掉下来 踏实体修 体魄强横 再以秘力相趋 让他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小看你了 他看着林涵 表情变得肃然起来 更有一丝忌惮 他做不到这么轻松就化解自己的攻击 所以 林涵的秘力层次肯定在他之上 但是 他也只是肃然而没有巨战 因为他还有体术 这才是山海天修者的强大之处 是外界舞者只能艳羡而不可达至的 怕了 林涵淡淡说道 航天桥横了一声 我会怕你 呵呵 你们外界舞者只修武道境界 却是完全疏忽了对于体术的修炼 你根本不会知道 体术强大之后 防御力会有多么强大 而攻击力又会多么恐怖 他大喝一声 向着林涵冲了过去 砰砰砰 他一路奔过 地面狂颤 仿佛一头远古龙像在奔行 秋 他化成了一道光式的 速度极快 竟是将自己当成了武器 向着林涵撞击而去 这纯粹就是以体魄硬吃林涵了 我体魄强横有若同皆先经 自身就是一件大杀器 呵呵 跟自己比体魄 林涵哈哈一笑 好 就来比上一比 谁的体魄更加强横 他也奔行起来 向着航天桥比直撞了过去 咦 你这是在找死吗 航天桥在心中冷笑 林涵的魅力层次比他高 那就应该充分发挥这个优势 拉开距离与他轰袭 要知道 近身搏击可是体秀最擅长的 好 成全你 哼 两人都没有闪躲的意思 自然就撞到了一起 航天桥只觉自己 好像以血肉之躯撞击到了铁板上 他可以清除地感觉到 皮肤破裂 肌肉撕开 血管根根爆碎 骨头也化成了碎片 甚至 内脏也在挤压之下破碎了 林马 坑爹啊 这家伙的体魄居然比自己还强 然后 他就失去了意识 林涵了一下 轻轻一震 航天桥就被震飞了出去 但现在的航天桥已经完全不成人形了 而是化成了一张血饼似的 挂了 林涵抓抓头 这回他真是没有想要杀人 可谁知道航天桥的体魄这么不堪一击 一撞就碎了 唉 太弱了 死了就死了吧 反正已经杀了行家的人 也不差多杀一个 这一战的消息迅速传开 虽然山海天内并没有新网 但这么多年下来 土著们也发明了别的通信办法 沟通并非问题 什么 航天桥败了 输给了一个外来者 怎么可能呢 航天桥虽然不算顶尖天才 但在生丹境这个层次中 他也可以排进前50了 相比于外来者 我们可是还修炼了体术 怎么可能不敌外来者 山海天的土著们简直炸开了锅 他们都是不愿接受这个结果 认为他们才是新语中的第一势力 连地族亦不能匹敌 现在航天桥确实被轰杀 这激起了山海天年轻一代的公愤 纷纷喊话 请排名靠前的几位天才出手 镇压林涵 为山海天正名 不过 这并非外来者与土著唯一的冲突 很快又爆出消息 有本土天才强势出手 打败了一名弟子 消息一出 仿佛在平静的湖泊中 投入了一颗石子 荡起了惊人的涟漪 弟子 居然败了 第4173章弟子落败 这个被打败的弟子 林涵认识 叫徐杰 当初在真龙渊的时候 徐杰也是少数几个得到龙金的人 还与林涵发生过激战 实力相当不俗 没想到居然败在了一个土著的手里 徐杰的力量差不多在31重天 再加上帝数的话 战力可达34重天 林涵难难道 不过 我相信徐杰不可能动用地穴 毕竟现在并不涉及利益和性命之争 便如此浪费一次燃烧地血的机会不划算 哪怕地族有办法催生地血 但亦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林涵听池孟涵说过 这要以圣人之血为媒 从大局上来看是亏的 所以只有弟子才能享受这样的福利 这个打败徐杰的人 叫安四元 乃是山海天生丹镜中的第三高手 林涵了解了一下情况 能够打败弟子 放到哪里都能成为众所瞩目的骄子 就比如他 真正名栋星海 其实也是从打败林朗开始的 而现在的土著意识一片沸腾 虽然行天桥败了 可他算不得强者 而弟子在外界是什么概念 同皆无敌的代名词 所以安四元的这场胜利 意味着将外界所有天才 都是踩在了脚下 还需要向林涵去挑战吗 当然不需要了 你能够有弟子扭叉 呵呵笑话了 这里的土著对外界并不乏了解 因为大部分人 其实就是一代代外来者 在这里留下的后裔 本质上可没有什么区别 而在外来者的圈子中 也是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弟子竟然败了 不可思议啊 同皆无敌的代名词如今却屡屡 遭到了当头棒喝 先有林涵 再有小青龙 现在连个土著也这么牛逼哄哄 以后还有谁会把弟子与同皆无敌 四个字等同起来 为了证明 立刻就有弟子向安四元发起了挑战 结果 拜 斯 只是有意为弟子输了 还能归结到发挥不佳状态不好 运气略差等原因去 但是 两名弟子都被打败了 这只能说明一点 这个安四元还真是厉害 事情发生不久之后 有第三位弟子出手 结果 还是收获了异常惨败 那个安四元的秘力层次也就24重天 但是 他的体数太恐怖了 纯体力就达到了31重天 再同斩秘力 力量可达33重天 而且 体修的防御惊人 攻击打上去造成的伤害小得可怜 对 除非你能够在战力上碾压 否则真是难以建功 可恶啊 体修在真我净之前是最最占优的 迈进真我净之后 我们就能修炼道则 可以对体修造成成倍的伤害 偏偏是这个境界 这三场架打下来 安四元的底细自然也被摸得清楚 实力几乎透明 可正是因为如此 才让人绝望啊 在生单净这个层次 是体修最最牛逼的时候 逆力修者无法调动天地道则 对阵强大的体修几乎没有办法 比如当初林涵与小青龙战斗 明明林涵的战力占优 可小青龙就是凭着强横的体魄硬吃 仅仅只是被打得鼻青脸肿 这还是因为林涵实力更强的关系 现在安四元的战力还在弟子之上 那自然是一场玩乐了 在外来者看来 山海天只是一鱼之地 小的可怜可就是这么一个小地方 居然冒出来可以打败弟子的人 这大大挫伤了众人的心灵 要知道安四元还只是第三高手 那第二名第一名又得多么强大 哎若是我们的黄金一代可以出手 绝对会让这些土著知道什么叫做强大 对了我们不是还有弟子杀手林涵 弟女杀手四脚蛇啊 让他们上啊 外来者中形成了一个声音 那就是请林涵和小青龙出手 去挑战安四元 他们向土著叫嚣 只要这两尊大杀气一出 什么安四元立刻变成安纯淡 土著们当然不相信了 在他们的认知中 外来者中最最厉害的就是弟子 同皆无敌的代名词 不 现在你们败了三个弟子 却折腾出一个弟子杀手来 一看就是假的 不 等打败了林涵 是不是又要冒出一个弟子杀手的杀手来 有完没完了 出不起呢 两边越吵越是厉害 山海天内也是暗波汹涌 随时可能打起来 而且一打就是群架 就在这时 东陵地族却是突然召开了一场晚宴 广要各大外来者和土著天才 品察论道 消息传出 整个山海天都市轰动了 这一代的东陵地族是阴盛阳衰 地女池孟涵号称可媲美黄金一代 而且还是角色榜上排名第三的游户 所以这个晚宴绝对是他主持的 因此 无论是外来者还是土著 皆是欣欣然 决定赴这个宴会 池仙子若是出手 能够挽回地族的尊严 听说 池仙子可是能够媲美黄金一代的 哼是该治治那些土包子了 真以为他们天下无敌吗 这是外来者的声音 而在土著之中 自然是截然不同的声音 他们对安寺元等天才充满了狂热的信心 哈哈 什么黄金一代 在安大人 义大人 花大人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听说东陵帝族的这位帝女还是角色榜上的第三美女 嘿嘿 就让安大人去收了她吧 真要这样的话 不知道那些所谓的弟子要脸红成什么模样 总而言之 两边都是十分期待 外来者和土著的矛盾已是累积到了要爆发的程度 这正是一场契机 林涵也接到了琴帖 小青龙也有一张 大黑狗居然也有 哈哈 看狗爷去大发神威 秒天秒地秒空气 大黑狗摇晃着屁股 铁内裤依然是最最强眼的 他已经将天龙地角推进到了生单片 而舞蹈境界更是土飞猛进 接近生单进的镜头 极有可能比林涵还先突破真我镜 没办法 林涵追求的是绝对完美 静静自然会相应的慢上一些了 老黑 不是龙爷打击你 但你真的不行 小青龙一本正经地道 第四千一百七十四张晚宴 嗡 你居然敢说狗爷不行 大黑狗立刻跳了起来 你才不行 你全家都不行 狗爷行得很 杠杠的 小青龙贼剑 道 我全家都不行的话 龙爷又是怎么生出来的 林涵一阵脸黑 他身边都是什么不靠谱的人啊 老黑 四角蛇说的也有道理 他像大黑狗道 你的秘力也就三十五重天的样子 这不说安四元 但你才刚开始修炼天龙帝爵的生单篇 体术还帮不上什么忙 所以 你肯定不是安四元的对手 体术的一大特点就是防御强 而且不需要以秘力去维持 长久而存 所以 在战斗中特别有优势 大黑狗就郁闷了 为什么不能再晚几天召开晚宴 否则就是狗爷发飙的大好机会 你就看热闹吧 林涵道 对 打架的事情就交给龙爷和小寒子了 小青龙也出刀 大黑狗不爽之极 这修炼了一身实力不就是为了装逼的吗 靠 两天时间一晃即过 便到了东陵地族召开晚宴的这一天 接近傍晚时分 一辆辆战车向着东陵地族的临时驻地而去 普通的马车根本不可能在山海天行径 重力太可怕了 可以轻易破坏一切 所以 只能出动战车 这就是为了战斗而打造的 自然可以适应各种恶劣条件 林涵三个就寒酸了 他们缺乏底蕴 自然不可能拥有战车 而这件事也没有惊动九阳圣地 否则的话 林涵倒是可以向九山尊者去借一下 没事 我们这叫低调 低调地装逼 就问你怕不怕 大黑狗和小青龙自我安慰 看着一辆辆飞驰而过的战车大骂傻逼 行了好一会 他们终于来到了东陵地族的驻地 这可是地族 有圣人带队的 不知道有没有将帝兵也一并带过来 但地族两个字已经足够分量了 他们占据了最好的修炼地之一 这里道则漫天 天地能量浓郁的无法形容 有专人接待 审查得非常严格 没有请帖的可休想混进去 林涵不由想到上次去东陵地族赋宴的情况 当时他并没有请帖 还是靠池梦山带进去的 咦 东陵地族怎地那么喜欢办宴会呢 这是什么毛病 通过审查之后 林涵三个继续向前 因为人太多 而且所谓的论道肯定难免一场战斗 所以 这举办宴会的场所当然就安排在露天 只要摆上一些注意就够了 这时 已经有大量的人到了 皆是三五成群 在那交流着 不过可以清楚地看到 外来者和土著近未分明 小韩子 你打算怎么装逼 大黑狗凑过来问道 林涵瞪了他一眼 别一天到晚就只有这种狭隘的想法 不 大黑狗转头离去 不过他刚走 小青龙就凑了上来 小韩子 你打算怎么装逼 靠 你们说好的吗 林涵无语 直接找了一个位子坐了下去 给自己倒了杯茶 开始品味了起来 说实话 他还是挺怀念东陵地族的美酒 怎么这次就换茶了里 该不会被他喝穷了吧 这是你坐的地方吗 立刻 他的耳边就响起了一个声音 林涵扭头一看 这是一名土著 倒不是因为他的穿着 与外面的人不一样 而是他并没有称开密利护盾 体修这两个字就几乎可以说明他的身份了 怎么 这里坐不得吗 他淡淡道 哼 你这是在挑衅吗 那土著森然说道 已是带着强烈的寒意 林涵目光一扫 不 难怪了 这四周全是土著 他这算是进了狼窝 不过 既然坐下了 他也没有打算再起来 这里又没有规定谁只能坐在哪里 所以 我爱坐哪就坐哪 他笑道 那可要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本事了 那土著出手 向着林涵抓了过去 但林涵只是挥手一震 哼 那土著便被打飞了出去 躺在地上直哼哼 小韩子 你还说不装逼的 看 狗爷才刚走你就开始装起来了 大黑狗立刻说道 就是 太不够意思了 小青龙也埋怨道 他也是无比风骚的龙啊 林涵叹了口气 耸了耸肩 我可真没有想要装逼 哎 这无形装逼更致命啊 大黑狗感慨 是啊 是啊 小青龙也点头表示同意 你嘛 两个坑货 林涵没打算理会 可一名土著被打飞 而且还是在他们的圈子之中 其他土著能够甘休吗 顿时 有大量的土著看了过来 不少人已是站了起来 向着林涵这一桌逼近 要打架了 大黑狗摩拳擦掌 兴奋之极 也该龙爷装一回逼了 小青龙同样充满期待 李氏林涵 有名土著将林涵认了出来 将杭天桥打死的那个人 此言一出 众土著都是目光一领 目意更赤 靠 还没有找你算账 你反到七上门来了 林涵则正容道 我要严正声明一下 杭天桥可不是我杀的 那是对方自己撞死的 要怪只能怪他的体修没有到位 真不是他下的手 可在土著们看来 林涵分明是耸了 很自然 连弟子都败了 他又算什么礼 既然要认耸 那先摆正姿态 跪下 众土著都是喝道 你跑过来认耸 可大大咧咧地 坐着又是什么意思 林涵亚然 你们的脑袋是怎么长的 我什么时候说过来认耸的 感情 你们不但有智商问题 这耳朵也不好使吗 尼玛 顿时 土著们都是怒了 这小子怎地嘴巴韧地毒辣呢 点他 当即就有人叫道 点他 更多的人附和 大黑狗看向小青龙 语众心肠地道 你看 这就是装逼过猛的后果 要被人揍的 嗯嗯嗯嗯 小青龙频频点头 这装逼是一门大学问 各位 晚宴即将开始 请大家入座可好 灵动的声音传过来 只见一道美妙的身影 也出现在众人面前 一身白裙 掩不住他风吟美妙的曲线 让人笨声狭想 帝女池梦涵 第4175章品查论道 帝女的面子还是很大的 毕竟 可以打败弟子的也就那么几个人 帝族依然高高在上 不会因为三个弟子输了就轰然倒地 而且了 持孟涵还是一个美女 角色有物 在心语中可以排名前三的 面对这样的美女 谁都要给个面子吧 因此 众土著都是做了下去 但皆是向灵涵很美以对 现在就先压一下 等会论道的时候 并要让这个家伙知道厉害 灵涵无所谓 继续喝着茶 靠 逼个又长了 大黑狗故意夸张地道 装逼居然没爱揍 没天理啊 小青龙也坐上了桌 给自己倒了怀茶 开始喝了起来 嗯 好茶 他摇头晃脑地道 装 林涵冷笑 这家伙根本就没有喝过茶 现在却一副很懂的模样 小青龙被戳穿 不由恼羞沉默 要不是打不过林涵 他肯定要痛揍这个家伙 老是影响他装逼 另一边 石梦涵作为东道主 也开始主持起了宴会 他魅力十足 哪怕说些并无重点的话 也让诸人都是频频点头 一点也不觉得无聊 不过 这次宴会的重头戏还是论道 因此 石梦涵也没有多绕圈子 很快就回到了主题上来 哈哈 我乃胡须 哪一位与我切磋一下 一名大胡子跃身而出 来到了前方的空地上 这里足够开阔 支撑得起生丹镜的战斗 在山海天 大地坚固无比 生丹镜可以造成的破坏有限 而重力恐怖 又极大地影响了舞者的速度 所以 给生丹镜切磋的地方也不用大 这大胡子是个土著 并没有撑起秘利护盾 显得很是霸气 我来会会你 一名外来者跃了出来 二话不说 两人就站了起来 双方你来我往 战斗十分激烈 可以来这里参加宴会的 那无论是外来者还是土著 绝对是天才级别 阿茂阿狗肯定没有资格 这本来就是让两边天才 鄙视的一个舞台 让庸人来浪费时间干嘛 战斗越发地激烈 但时间依旧 土著的优势就体现了出来 他们一直生活在这里 早已经适应了恐怖的重力 而且体魄强横 防御力如同天生一般存在 所以不能催枯拉朽般将他们击败的话 持久战之下 体魄强横的优势会变得越来越大 最终形成胜势 果然 只是打了十几分钟 大胡子的优势就尽显 将对手轰败 为土著阵营星天一胜 这让外来者们都是脸色难看 虽然大家都没有出动王牌 可每一场胜负都是关系着双方的颜面 谁输了 就等于挨了一巴掌 难受啊 柳明可是心往前十的实力 居然如此快就败下阵来了 不能再上心往前十级别 上了也是多送一败 得上更强的 心往可没有南瓜所有的年轻天才 不只是帝族皆没有接入心往 好多圣地也是如此 因此自然有落网之余 哪怕并非帝族 可实力也超过了心往前十 一名圣地道子出手 很快就打败了大胡子 为外来者扳回了一局 但是 土著中立克又走出来一名高手 三下五除二 将这名道子打败 吕峰 山海天排名第十 这是一个猛人 虽然不如打败弟子的安四元 可十大都已经出手了 说明土著们没有兴趣 慢慢将战斗层次升级 直接进入这白热化的阶段 外来者皆是面面相去 对方出动了前十大高手 他们这边看来得出动弟子了 我来吧 一名年轻男子淡淡说道 副手而出 石元枕 众人都是惊呼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弟子 林涵看了一眼 心中则是摇头 石元枕与徐杰的实力不过在伯仲之间 他也许可以取胜一两场 但绝不可能打过安四元 果然 弟子出手 战力恐怖 很快就取得了一胜 而接下来 他又三战全胜 让土著们都是神弛目眩 弟子确实厉害 难怪会有同皆无敌之名 但是 土著们依然信心满满 因为他们的前三大高手可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比一个强 而且强出的不是一星半点 修 一人月出 身形修长 连也是奇长 冷漠无比 安四元 安大人 顿时 土著们一片狂笑 跟风了似的 外来者有黄金一代 而山海天也有类似的 这安四元一千红 花有长便是他们的黄金一代 只是人数比较少 就只有三个 可兵贵精不贵多 三人足矣 石元枕立刻露出肃然之色 这是一个劲敌 他没有丝毫胜算 相反 安四元则是神情轻松 他已经打败了三名弟子 自然信心满满了 请 石元枕抱拳说道 对于劲敌 他也多了一丝敬重 安四元虽然冷傲 但面对弟子倒也不敢太过拿捏 而是同样抱了抱拳 请 话音一落 两大天才便开始了激烈交锋 轰 轰 轰 他们大战 优势知识很快就分了出来 安四元大战上风 他的力量更强 体魄更横 要说有什么不足之处 那就是先述了 毕竟没有传承大地经和大地法 在这方面是不如弟子的 但大地经法不到真我敬的话 相比于圣人功法 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优势 事已 安四元将十元枕完全压制 优势大的不是一星半点 不过几百招 十元枕便主动认输 不然的话 接下来他要大吃苦头了 又败了一名弟子 算上之前的徐杰三人 已经有四名弟子战败 让众外来者皆是脸色难看 这太打击士气了 反观土著 皆是扬眉吐气 得意扬扬 打一位再来领教 安四元向着众人还扫一圈 这次是品查论道 当然不可能指上一名弟子的 还有更强的吗 我来叫领一下 只见一名年轻人走了出来 精残地卒 张芳 林涵不由点点头 道 这家伙的话 有七分胜算 有七分 小青龙有些亚然 他和大黑狗都见识过张芳的实力 有这么高的胜算吗 第四千一百七十六张最查 林涵点点头 道 你们只见过张芳出手 并没有与他实际交战过 所以不是非常了解 他的原始力量达到了三十五重天 在运转地数的话 战力可达三十八重天 这足以撕开安四元的防御 所以 安四元若只是现在的水准 那他肯定不敌张芳 这还没有满的三分胜算 便是在安四元的底牌上 没有底牌 张芳就是十成胜算 小青龙和大黑狗都是点头 就林涵与张芳交过手 所以 林涵肯定比他们更加了解情况 他们这么高谈阔论 若是在外来者区域之中 那一点问题也没有 可在土著之中这么说 顿时引来了许多双愤怒的眼神 靠 在他们的阵营中 还敢说安四元的坏话 哼 等着看安大人发威吧 事实胜于一切 等着被打脸吧 待安大人横扫一切弟子之后 咱们再来挑战这个讨人厌的家伙 好 这些人也没有压低声音 故意让林涵听得清楚 林涵只是一笑 毫不在意 小青龙则是跳上了桌 道 你们都把现在的话记在心里 待会别忘了向小韩子挑战 谁不战出来谁就是龟孙子 这样的挑衅自然让土著们非常不爽 一条四角蛇而已 居然也敢向他们叫嚣 先杀着的外来者 再把这条四角蛇炖汤 在他们说话之间 张芳和安四元的战斗已经开始 安四元确实强 原始力量高达33重天 但这依然比不上张芳 差了足足三重天的战力 一交手就落在了下风 被牢牢压制 但他强大的体魄确实牛逼 哪怕有三重天的战力压制 他依然守得相当地顽强 并没有一击击溃 否则的话 战力相差三重天 那就是秒杀的结果了 这样的结果让土著方 立刻安静了下来 实力差距明显 谁也不能睁眼说瞎话吧 安四元百般抵抗 试图寻找翻盘的希望 但说到底牌的话 有谁多得过地族 所以被地族在实力上压制了 那绝对没有翻盘之望 又几十招之后 安四元已是伤痕累累 有几处伤口甚至可以看到白骨 非常瘆人 他不得不认输 再要打下去的话 就不只是受皮肉伤了 见安四元落败 外来者中顿时爆发出了欢呼声 连败四名弟子之后 终是啃下了这根硬骨头 反观土著 脸色都是十分难看 但只是一会之后 就有人叫道 花有长 花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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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著门皆是大吼 声音如同海啸 一波接着一波 花有长 山海天三大天才之一 排名还在安四元之上 他在哪 林寒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去 不由嘴角微微抽搐一下 因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正在他隔壁 在隔壁的那一桌上 一名男子正坐着喝茶 可一条腿却是瞧到了椅子上 还光着 裤脚也卷到了小腿肚子上 露出了又黑又长的腿毛 呃 好粗犷的家伙 林寒的目光在往上移 这个光腿男身材瘦血 一双手却是又黑又长 骨节暴突 好像一节节的竹子 他一只手拿着茶杯 另一只手却在搓着脚丫子 呃 好有个性 花有长 听名字 这应该是个风骚夭绕的男子 与这个抠脚青年完全不符啊 请花大人出手 一名男子伴跪了下来 向着那抠脚男子说道 请花大人出手 更多的人跪下 请此人出战 咦 这家伙还真是花有长 太特马的辣眼睛了 林寒在心中疯狂吐槽 这人设也太崩了吧 这时 花有长才放下了茶杯 先找了一下 光脚便塞进了草鞋之中 他站了起来 向着前方而行 可踩走了两步 砰 他却是一头栽倒 不好 花大人醉茶了 靠 外来者也太阴险 居然用这样的阴招 让花大人无法上场 众土著门齐齐惊呼 一个个都是怒容满面 醉茶 林寒不由嘴角抽搐 这草点太多 一时之间他都不知道 该从何吐起了 就在众人要去将花有长 抬起来的时候 哼 只见那些人如同天女散花 死地分开 而花有长已是站了起来 一双眼睛赤红如血 浑身一散发出可怕无比的杀意 让人遍体声寒 不好 花大人这次最茶醉的厉害 发茶疯了 有人颤声道 快逃 众人纷纷散开 如必舍些 发茶疯的花大人 战力比平时还要高出三分 而且总之 太可怕了 目睹此状 张芳不由衡了一生 主动杀了过来 四周无人 花有长本有些茫然 这时张芳杀了过来 正好给了他一个目标 立刻大喝一声 向着张芳杀去 哼 两大天才队拼一技 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 林寒不由目光一亮 这个花有长不错 厉害 他对张芳的实力非常了解 因此很容易推断出花有长的实力 原始力量差不多在三十六重天 比张芳还要强出一些 但在先术方面 自然是张芳稍胜一筹 因此 两人刚好打了一个平手 打成平手的话 那也就是说 如果张芳没有什么特殊手段的话 他会败 没办法 打持久战肯定是体修握有优势 但在战一会之后 林寒就发现 这最查的人有多么恐怖 花有长 现在的打架方式完全没有高手的风采 虽然体修肯定是近战搏击 尽可能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但他也太极致了 如同一条八爪与四地缠住了张芳 双腿缠住张芳的腰 双手死死地勾着对方的脖子 甚至还张开了嘴 向着张芳的脸颊咬 这让张芳怎么遭得住 堂堂弟子 不得不认输 可要知道 花有长现在可不正常 他就算认输了又如何 根本没有放手 痛得张芳哇哇大叫 众人都是无语 这是他们期待的天才对决吗 完全就是市井无赖在打架啊 难怪土著们的表情都那么古怪 最查之下的花有长简直就是一个变态 第四千一百七十七张泼皮 花有长又啃又咬 没有一丝的强者风采 完全就是一泼皮 更过分的是 他还把光脚丫子向着张芳的嘴里塞 吓得这位精残弟子脸都绿了 不顾一切地脱身而出 他毕竟是弟子 手段多得惊人 还真是被他成功了 但身上也留下了一块又一块的伤痕 狼狈之极 不过 花有长发起风来 却是什么顾忌也没有 把腿就向着张芳追去 这泥马 张芳连忙跑 使出了吃奶的劲 他虽然修炼了地级的身法 速度本应该比花有长快 但是 这里的重力太大 而且在升丹镜这个级别 地数的优势真是不怎么大 因此 花有长的速度丝毫不逊于他 紧紧地跟在了他的身后 一个逃 一个追 绕着全场打起了转来 这 原本应该是最高天才级别的比拼 可现在却跟地痞无赖的街头像都没有什么区别 着实让人尴尬 胜负其实已分 但花有长发疯了 穷追不舍 破得张芳也只能不断地逃跑 根本停不下来 外来者固然脸色难看 土著们也是尴尬的紧 又是一会之后 只见花有长突然停了下来 然后仰天而倒 发出呼呼呼的憨声 得 睡死过去了 张芳忠是松了口气 只觉脸上污渍有些滑腻腻的东西 八成是花有长的口水 让有洁癖的他差点发疯 这虽然是一出闹剧 却还是改变不了土著更强的结果 一时之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向着池孟寒看去 这是堪比黄金一代的最强帝女 也许战力还在张芳之上 她若出手或有些胜算 可池孟寒却是只当没有看到 开什么玩笑 跟花有长这种选手打 搂搂抱抱不算 还硬将脚丫子塞你嘴里 就问你怕不怕 嗖 就在这时只见花有不长又猛地竖了起来 仿佛一根竹竿似的 他有些茫然 向四周扫了一圈 便盯上了张芳 来 我们切磋一下 借你妹啊 张芳在心中吐槽 现在的花有长应该已经从最茶的状态下清醒过来 却完全忘了自己发茶风的事情 所以 他并不记得两人已经切磋过了 物质挑衅 可花有长虽然清醒了 但张芳也留下了强烈的心理阴影 打死也不会再和这样的选手交战 怎么 不敢吗 花有长继续挑衅 张芳充耳不闻 他物质可以闻到脸上有阵阵的口水臭 让他作呕 花大人威武 花也扭叉 土著们都是大声叫喊起来 完全不顾及外来者的感受 还有没有能打的 没有能打的 以后就低着头 加紧尾巴 不要嚣张了 那个什么帝女 来跟我们花也打一场 要是输了 不如就给我们花也做媳妇吧 好 这个主意好 土著们纷纷起哄 也让众外来者皆是阴沉着脸 难看之极 池孟涵可是帝女 而地族乃是天下共青 另外 池孟涵还是角色榜第三 谁不对他仰慕非常 现在这些土著居然如此放肆 公然调戏池孟涵 这让谁能忍得下来 问题是 他们中有哪一个打得过花有长 没有 没有就只能乖乖地闭上嘴巴 武道界看的是实力 没有实力就只能老老实实挨揍 小寒子 到你装逼的时候了 大黑狗怂恿到 小青龙爷点头 原本龙爷是不会将这么好的机会让给你的 但龙爷怎么看都觉得你和那个地族女不清不楚的 所以这个英雄就美的机会就忍痛让你了 记得你欠龙爷一个龙情 滚 林涵一脚将小青龙踢飞 瞎说什么呢 悟那小子还没有等林涵发飙 附近的土著已经按捺不住了 他们的第二高手便已经将外来者打得没有脾气 自然代表着他们的大获全胜 现在该和林涵算上一仗了 敢杀他们的人 哼找死 我来与你切磋一下 有名壮汉冲了过来 一拳就向着林涵捶了过去 他的力量无比浑厚 一拳打过来 进风呼啸 林涵没有躲闪 待对方袭进时 他这才出手 同样一拳挥出 迎向对方的拳头 哼 两只拳头撞到一起 顿时有肉眼可见的冲击波震荡开来 还有光滑迸发 如同闪电 哈哈 敢和欧阳林比拳头 这小子是哪来的自信 欧阳可是排名第13位的高手 一双铁拳据说在朝天火焰中催炼过的 一拳下去 连鲜筋都能打碎 呵 等着看着小子的骨头一根根全部爆碎吧 土著们都是大笑 一个羞密力的外来者 居然和他们近身硬刚 呵呵 这是哪来的勇气 可就在这一片大小声中 欧阳林的脸色却是突然变了 痘大的冷汗从他的皮肤中渗了出来 好像打开了水闸似的 然后便看到他的脸庞扭曲了起来 嘴巴张开 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惨叫 啊 悠长绵绵 不绝于耳 众人这才看得清楚 只见欧阳林的整条右臂都是渗出了鲜血来 有些地方更是有白色的骨刺冒出 看上去恐怖之极 这这这这这 欧阳林居然被打得整个右臂的骨头都是碎裂了 土著们都是大害 刚才还在嘲笑林涵愚蠢 居然敢和他们近身搏击 根本就是在找死 可事实证明 林涵不是没脑子 而是体魄更加强大 一拳就把欧阳林的整只手臂都是废了 靠 到底谁才是体修啊 一时之间土著们都是鸦雀无声 气氛压抑到了极致 反观外来者这边 却是猛地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震得群山回响 太振奋人心了 不愧是弟子杀手 厉害 早应该让林涵上的 让这些土包子知道一下厉害 上上上 大开杀戒吧 在这样的欢呼声中 花有长的目光扫了过来 迸发着神光 灵力有弱尖刀 有点意思 他砸了砸嘴巴 猛地一个飞跃 向着林涵冲了过去 来战 轰 他就是一拳砸了过来 林涵也不用秘力 就是爆发体术之威 与对方对轰一拳 轰 两只铁头砸到一起 一股股力量迸发而出 化成了连衣 向着四周辐射而去 饶氏这里都是天才 可污子感到了压力 漠不连连后退 第四千一百七十八章 第一高手一千红 花有长脸色一变 不由腾腾腾地后退几步 这才拿稳了身形 他不由骇然 自己已经是三十五重天的力量 可居然不敌林涵 这个家伙的力量又强到了何等地步 好 看到这一幕 外来者们奇奇欢呼 兴奋无比 土著们则是保持了沉默 这确实不敌啊 花有长很快就恢复自信 他咧开嘴 露出一抹笑容 没想到外面居然也有修炼体术的人 林涵维维一笑 幸好他也去了一趟真龙渊 得到了天龙地角 否则的话 现在他便只有三十八重天的秘力 虽然依然碾压花有长 但不会如现在这般轻松 一般一般 他谦虚了一把 装逼 大黑狗和小青龙同事催了一口 花有长傲然 到你的秘力层次应该也不弱 所以与体术相结合 力量变在我之上 不过 论单一的力量 你绝对不如我 所以 我就让你看看 将一种力量推向极致之后 会有多么恐怖的威力 众人都失望了一下 难怪林涵的力量这么强 原来他是秘力与体术兼修 而像徐杰等弟子则是脸色难看 体术的要求太高了 极端的消耗资源 所以 哪怕以帝族的底蕴 也只能同时让一名族人体修 这个机会就属于黄金一代 他们虽然也是弟子 却无缘体修 是的 以帝族之力 要将几名族人的体术同时推到生丹境是毫无问题的 甚至达到教主级也不难 但问题是 就算达到教主级又有什么用 帝族的要求太高了 所以 一切资源都是集中在某个弟子的身上 足以让他在成圣之后仍可以将体术修到极致 真正的同皆无敌 瞿杰等也想要体修 这能够提升他们的战力 但只能够靠他们自己去获取资源 这自然远远跟不上他们的境界 几乎等若没有修炼 现在看到一个草根出身的家伙 居然也修炼了体术 将他们都是比了下去 让他们如何能够不羡慕嫉妒恨 从这点来说 天龙帝爵真是牛逼 当然了 修炼这门功法要求有真龙血脉 不知道将多少人聚于了门外 花有长身形抖动 一块块肌肉暴突了出来 充满了力量感 更是隐约可见 皮肤上有玄妙的符纹在流转 他半蹲下来 然后猛地身形窜出 向着灵寒扑杀而去 体术很简单 修的就是肉身 拥有无穷的力量和可怕的体魄 没有什么仙术之类的虚招 自己就是兵器 可凭一切 花有长就把自己当成了人形法器 向着灵寒撞击而去 简单粗暴直接 灵寒一笑 这样的战斗方式他也喜欢 可以迅速解决战斗 他也脚下发力 向着花有长迎去 砰 两人撞到了一起 顿时 平地升起了一道蘑菇状的能量团 向着天空和四周洋洞而去 太可怕了 这能量充满了毁灭性的破坏力 便是弟子一要皱下眉头 众人连忙撒丫子向后跑 太危险了 这两个家伙都是变态 只跑出好远之后 他们才停了下来 纷纷回头看 如此硬刚 恐怕三两招就能分出胜负吧 能量团正在慢慢吞去 然后便看到灵寒好端端地站在那 而花有长则是张开了四肢 躺成了一个大字形 不是吧 众人都是惊恶 刚才花有长说的那么自信满满 一副能够赢灵寒的模样 可结果呢 一撞就把自己给交代了 败了 肯定败了 这次绝非醉茶 土著们都是如丧考笔 他们的第二高手居然败了 而且败得这么干脆利落 灵爷威武 灵爷霸气 外来者则是得一洋洋 兴奋无比 赢了 赢了也 灵寒微微一笑 在土著之中寻找着 最后定位在了一个身材修长的男子身上 一千红 可敢一战 既然将第二高手都打趴下了 那肯定要顺势将第一高手也打趴了 免得事后又有人跳 叽叽歪歪的不停 他为什么会盯着那名男子 首先 这人在土著的阵营中 其次 他也是唯一一个始终保持淡定的人 九成九 他就是土著中的第一天才 一千红 果然 那身材修长的男子放下了茶杯 扭头向着灵寒看去 义大人 有人半跪下来 义大人 更多的土著半跪下来 满脸的虔诚 请义大人出站 他们都是教道 仿佛在引请一位神明 灵寒嘴角微微抽搐 这些土著怎么都爱玩这套 动不动就跪下来搞气氛 一千红中是站了起来 脸色平静 就那么看着灵寒 呃 我不搞机 请不要用这么深情的目光看着我 灵寒摆了白手 一千红顿时露出了怒容 开口道 你这是在自寻死路吗 呵呵 这种话我都听腻了 还是换点有意义的内容吧 灵寒笑道 好 成全你 一千红大步向着灵寒走去 轰 浑身的力量迸发 形成了火焰一般 再沸腾 再跳动 气势恐怖的惊人 饶是张芳 持梦寒这样的弟子弟女 这时候也是色变 这个家伙太恐怖了 实力绝对强大的逆天 你的实力还算可以 所以 我决定用三招将你收服 以后就做我的仆纵 一千红说道 他已是接近 一拳爆轰 灵寒自然不会耸 挥拳相迎 砰 一级对轰之中 只见灵寒立刻身形滑退 双脚在地面上铲过 硬生生铲出了一道 足有十几丈丈的深钩来 要知道 这可是山海天啊 大地结构无比坚固 足见一千红这一拳的力量 有多么恐怖了 什么 看到这一幕 外来者皆是头皮发麻 灵寒已经那么强了啊 却依然不敌一千红 那家伙的实力又强到了何等地步 土著们则是尽情欢呼起来 这就是他们的第一天才 秒天秒地秒空系 一千红很随意地收回了拳头 忘了告诉我 我也是体数与秘力同修 而且 在住顶境的时候 我在一处天地绝地中完成了九顶合一 所以 我现在的秘力达到了三十六重天 体数也是三十六重天 两者叠加 原始力量高达四十二重天 四 全场皆是导抽量器之声 第四千一百七十九张照片 九顶合一是弟子弟女的标配 达不到这一步的话 那即使是弟子弟女也会被撤掉身份 但是 想要成帝 那必须依靠自身之力达至九顶合一 这也是地族在野出不了祖王的原因之一 可现在 一个土著 居然依靠天地之力的帮助 完成了九顶合一 这是什么概念 此人 有成帝之望 而且 体数与秘力相融合 超越了四十重天的力量 这将历代祖王都市压制了下去 这真是要逆天啊 没有这么可怕 大帝们莫不是早跟出生 缺乏资源和功法 所以不修体数 否则的话 超越四十重天力量完全不在话下 就是 据说有些祖王年轻时的原始力量高达三十八 甚至三十九重天 比这个土著要超出太多 不说别人 就拿黄金一代来说 个个都是修炼了体数 力量绝不会弱于他 不错 若非有超越历代祖王的潜力 这些人又怎么配称为黄金一代呢 众人都是感叹 大家都不愿承认 可皆是在心底认同 一千红应该是如今生丹静的第一人 便是灵涵也无法匹敌 做我的仆人 不委屈 一千红淡淡说道 一边向着灵涵漫步而去 我可是要成为祖王的人 能够做我的仆纵 你必然也能名流万古 人生一世 追求的不外如是 这话让许多人发出了很声 你只是生丹静的第一人 可不要忘了 还有黄金一代里 一千红已是来到了灵涵身前 他伸出手向着灵涵抓去 要将此人彻底打服 扑你妹 灵涵大吼一声 也向着一千红抓去 靠 小爷只是动用了体数 你在力量上才能压制我三分 得一个批啊 明完不灵 一千红冷笑 扣向灵涵的手腕 两人短兵交处 这自然是谁力量强 谁就可以胜出 手才一搭上 一千红立刻色变 见鬼 这力量怎地那么强 他一念未必 便已经被灵涵挥舞了起来 砰 重重地砸到了地上 砰 再下一秒 他又被抡动起来 在空中转过了180度 以另一侧身体砸到了地上 砰砰砰 灵涵把一千红当成沙包 狂甩不停 我靠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是惊呆 咦 不是说好了升丹第一人吗 现在是怎么回事 怎么像是死狗一般被狂砸啊 是我们眼花了吗 不 不是眼花 一千红真的在被灵涵狂砸 我的天哪 一千红的力量不是超过了40重天 这是弟子们燃烧地穴也无法迈过的坎 现在居然被人如此蹂躏 灵涵 太强了 真正的弟子杀手啊 简直就是在虐菜 一片震惊之后 众人终是回过了魂来 然后就是一个问题 灵涵究竟强到了什么地步 一千红是42重天的力量 所以 灵涵肯定还要超过 能够这么轻松虐 至少也得是三重天的力量压制 我擦 45重天 想到这么一个可怕的数字 所有人都是震恶地说不出话来 这是生灵可以达到的高度吗 砰砰砰 灵涵还在甩杂 特奶奶滴 居然敢让自己为仆 瞎了狗眼里 大黑狗扶爪赞叹 小韩子真是装得一手好逼 此话怎讲 小青龙虚心学习 你看 小韩子先故意示弱 让一小鬼尝了点甜头 自说自话 将自己的实力全部说了出来 引来众人的惊叹 自愧不如 可就在这时 小韩子突然如同月菜一般将一小鬼干掉 如此强烈的反差 如何能够不震撼全场 大黑狗赞叹连连 哦 这就是豫阳先义 小青龙懂了 先把敌人高高捧起 然后再轻松弹掉 如此可叫 大黑狗点头 然后看向四周 对了 刚才你们哪个说要挑战小韩子来着 挑你个头啊 重土著看了眼正在狂砸一千红的林寒 漠不艰难地咽了口口水 齐齐摇头 要是换上自己的话 肯定三两下就被砸成肉饼了 林寒又砸了一阵后 觉得无趣起来 便随手将一千红一扔 自顾自递走了回去 全场 一片极静 在没有看到一如红如同死狗一般趴在地上的时候 每个人都怀有幻想 这家伙会不会展开反扑 毕竟是力量突破四十重天的怪物啊 可直到结束还是如此的平静 一个力量超过四十重天的妖孽就这么败了 简直可以冰到尺如柱上去 这让人怎么接受 别说土著们心里哇凉哇凉的 便是外来者也失去了兴奋的镜头 林寒太强了 强到他们只能仰望而无法追上的地步 对有志于追求地位的人来说 这简直就是莫大的打击 跟这样的怪物竞争 怎么赢 他们没有与黄金一代同生一个时期 免受了被那些天才统治的恐怖 可现在又冒出一个林寒来 要念完全不输 甚至还要超越 这简直让人绝望 斗志 以后还能有斗志吗 每个人心中都是起伏难平 有竞争才有活力 可林寒强到让人连竞争的资格都没有 不用放在心上 林寒也只是兼修了体数 所以力量才会那么强 有人强行提振信心 不错 只要迈竞争我尽 体数的优势就会大减 越到后期 作用越小 现在不急 不代表以后也不急 弟子们互相对 打气 勉强恢复了几分信心 可他们知道 事情又岂如他们所说的如此简单 要是体数没用的话 各个弟族又为什么要举足之力去打造一位弟子呢 这很重要 非常重要 迟梦寒美目升光 他知道林寒非凡 但也没有料到他现在强大到了这样的地步 姐 你再不赶紧下手 姐夫就真的要溜掉了 引法罗利突然冒了出来 在他耳边说道 迟梦寒给了他一个恶狠狠的眼神 可心中却是经不住移动 晚宴举行到这里 已经是索然无媚了 没有人还有心情论道 最强已出 与子在上 与小丑合一 第4180张封印开 没过多久 就有人陆续退场 而且人越来越多 时梦寒便索性宣布宴会结束 反正宴会的目的已经达到 那就是让土著们安分一点 扬一下地族之威 虽然结果有些偏差 可土著经过这一查之后 肯定会安分许多 回到住地 林寒不由感慨起来 这光顾着出气 好像有些用力过猛 让自己站在了风口浪尖 最近自己是不是有些太招摇了 他进行着反省 嗯 以后要低调一点 这才符合我的为人 大黑狗和小青龙听到他的嘀咕 不由翻起了白眼 李就是一个风骚的人 他们同时说到 林寒继续推进着他的修为 而大黑狗和小青龙 则是负责寻找天落圣皇留下的线索 他们就不幸找不出来 时间悄然而过 不时就爆出哪位弟子 突破了真我尽的消息 现在 最年轻的弟子一代 差不多都越过了真我尽这道坎 这里太适合修炼了 而且只有达到真我尽 才能让得意最大化 因此 早已经将生丹尽 修到圆满的弟子们 当然再没有什么好留恋的 林寒的进步也很喜人 一年下来 他将秘力 体力都是修到了四十重天的高度 这是什么概念 别说双四十重天 便只是一项也难如登天 就拿秘力来说 林寒为什么可以修到四十重天 前提便是他十顶合一 可数遍天下 有第二个人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吗 然后是体力 这虽然传自真龙一脉 可就算是真龙青子 小青龙也只是堪堪达到了三十八重天 为什么小青龙也达不到四十重天 因为林寒是以四星高层次能量淬炼的身体 小青龙用的则是三星 差距在这 没办法 谁让林寒掌握了十星的毁灭能量呢 林寒这样的成就 可能是绝无古人 也后无来者的 而且 双四十重力一起发威 可以让林寒的力量冲上五十重天 这又是什么概念 四十五重天就是生单境与真我境的一道坎 当力量突破四十五重天的话 其实就相当于达到了真我境一种天的高度 于林寒来说 他现在的力量已经可以压制一些刚入真我境的舞者了 真我四行 对应着真我境初期 中期 后期和大元满四个小境界 而真我境初期也就三重天的力量 林寒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当然了 真我境开始修炼规则 大道之力也是战力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所以 林寒的力量可以对标真我境初期 但就这么干上去的话 胜算几乎没有 但是 他还掌握着各种高层次能量 这可以加持林寒惊人的破坏力 真正的可以对抗真我境 现在的话 九成真我境初期都不是我的对手了 可惜 林寒是以丹药为助 快速冲上这个境界的 因此有根基不稳的情况 需要一些时间来稳固 大黑狗 小青龙也在稳固境界 突破只是时间问题 绝不会太久 反倒是女皇和虎妞 她们继续已久 一举突破了圣丹镜 再次与林寒在修为上保持了一致 当然 林寒不用多久就能突破真我境 三人的差距又将拉开 好几个帝族都是向林寒递出了橄榄枝 想要招林寒为驸马爷 自然被林寒拒绝 一来 林寒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 二来的话 这些帝族还是没有改变高高在上的态度 认为把林寒收为上门女婿是对她的一种施舍 毕竟 成帝太难太难了 虽然林寒现在有同阶无敌的势头 可她上面还有黄金一带 而且地路艰难 不知道多少天才倒在了半路上 现在就说林寒可以笑到最后 开玩笑 也许整个黄金一带都会全军敬眉 天帝已经准备好迎接一位新帝 但这个时间麻 也许几百年后 也几万年后 甚至几百万年后都有可能 帝族一向高高在上 看中了林寒的潜力 招她为上门女婿 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看了 林寒的拒绝 被帝族弥为不是好歹 也让她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霾 这已经得罪了火云帝族 现在又拉来了两大帝族的仇恨 林寒还能活多久都是个问题 还谈成帝 这一切自然都不会影响到林寒 她依然每天都在修炼 巩固着境界 期待着踏出下一步 就在这时 山海天中确实发生了一件大事 城中一座雕像突然倒塌 现出了一个生动 这引来了许多人的好奇 要知道 这里极可能隐藏着无须山的秘密 难道 这秘密便在洞中吗 顿时有许多人进入山洞去查探 甚至连尊者都是惊动 纷纷入洞 林寒本来也想去的 可尊者都是出洞了 她自然放弃了这个想法 这里面就算有线索又如何 尊者都是出洞了 其他人还有份吗 然而很快就有消息回馈 这个生动之底居然是一个被封印的入口 但是现在这封印已经严重损坏 出现了缺口 可以容境界低的生灵通过 已经有好几个注定生担静的年轻人进去 但直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一个出来 随着时间的发酵 这甚至惊动了圣人 毕竟谁会不感兴趣 可圣人在研究了一番之后 确实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 那便是 这个封印出自大地之手 斯 天洛圣皇吗 这是在自然不过的联想 这个星体是天洛圣皇将一颗太阳印 生生压缩而成的 也曾是他东征西战的行宫 现在在这里出现大地级的封印 不是出自天洛圣皇之手又是何人 那这里面真的藏着无须山的秘密吗 这个封印虽然严重破损 可毕竟是出自大地之手 便是圣人亦无法打破 因此 众大能只能遣出年轻一代去争抢 一时之间 画灵境之下的舞者境皆出动 没错 真我境就是通过封印的上线 如果画灵境过去的话 根本无法前境分毫 灵寒自然也出动了 身边有女皇 虎妞 大黑狗 小青龙和灵洛 这个阵容在生丹境中可称豪华 但再算上真我境的话 那就一点也算不上强力了 就这样 他们出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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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